第四十集 直到被侍卫掺上马车 扶到床上躺下 马车跑了好一阵子 萧锦鱼都没再说一句话 楚楚憋不住了 摇摇嘴唇 凑到萧锦鱼床前 王爷 我错了 萧锦鱼微正 侧过头来 看见他一副一本正经来认错的神情 哪错了 楚楚憋得小脸通红 我 我在大堂上 拿板子打人了 萧锦鱼不知道 他怎么这会儿突然想起这个了 一时好气又好笑 你不是说 郑县令都是这样干的吗 楚楚急到 可六扇门的神捕都不是这样的 萧锦鱼哭笑不得 没心思也没力气跟他理论这些 知道错了就好 楚楚紧抓着萧锦鱼的胳膊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你别不理我 听起来一点哭腔 萧锦鱼无声叹气 抬手在他手背上轻轻拍了拍 不是不理你 我有点不舒服 只要一想起季东河的那句话 那抹冷笑 心里就好像被什么揪住一样 以至于一刻都不想在上原县停留了 以前还从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楚楚赶紧从他怀里抬起头来 紧张地看着他 王爷 你哪儿不舒服 我给你拿药去 不用 我躺一会儿就好 楚楚给他塞了塞被子 把探盆拉进了床边 趴在床边满脸担心地看着萧锦鱼 萧锦鱼也不知道为什么 被他这样一声不响地直直盯着看 本来应该窘得别扭 可偏偏那股揪着难受的感觉 净淡了不少 时候不早了 你也睡吧 楚楚乖乖道 好 楚楚站起身来刚要扶他 萧锦鱼拦了他一下 你睡里面 床不宽 别掉下去 楚楚摇头 不行 你要是掉下去怎么办啊 萧锦鱼苦笑 不会 我动不了 楚楚拖了外衣爬上床 钻进被窝 就把萧锦鱼紧紧抱住 萧锦鱼惊得身子一紧 楚楚 你 你干什么 我抱着你 你就掉不下去了 萧锦鱼本来还有点朦胧的睡意 被他这么一抱 睡意全没了 赤婷婷躺着 一动不敢动 楚楚抱着抱着 突然冒出句话来 王爷 你太瘦了 是吗 楚楚隔着衣服摸上他的肋骨 都能摸到骨头了 王爷 你能不能别生病了 被他小心翼翼的摸着 听着这么满是心疼的一句 萧锦鱼浅浅苦笑 后悔让皇上下旨了吧 楚楚在他怀里使劲摇头 不后悔 我要是一直这样病着 也不后悔 不后悔 这样我就不怕你像纪大人那样 一生气就杀了我 再把我吃了 萧锦鱼满头黑线 这小脑袋官怎么什么都敢想啊 你不把我吃了就好 楚楚摸缩着他受的突兀的锁骨 我才不会吃你呢 你身上一点肉都没有 你生气了 没有 楚楚急的趴到他胸口 你别生气 其实没有肉也挺好的 我也挺喜欢啃骨头的 萧锦鱼正担心 他再说下去 真要在自己身上咬一口 就听楚楚突然叫起来 呀 王爷 你还没给凤鱼赏字号呢 萧锦鱼半松了口气 放心 我赏过了 赏过了 什么时候赏的呀 我怎么不知道啊 萧锦鱼只是笑 那你给他赏了个什么字号呀 等回京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听着回京俩字儿 楚楚抿了抿嘴唇 突然一脸正色起来 郑重的看着萧锦鱼 王爷 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呀 他这样趴在他胸口 这么抱着他 还有着啃他骨头的心 他还能说什么 嗯 楚楚眨眨眼睛 看着萧锦鱼小声道 等到了我家 你能不能就跟先前一样 说自己是阿老板呀 萧锦鱼一愣 为什么 楚楚小心翼翼的 看着萧锦鱼的神情 我奶奶说 嫁给大官不好 萧锦鱼浅浅皱了下眉头 没再多问 点点头 可以 真的 嗯 楚楚捧着萧锦鱼的脸 使劲轻了一下 王爷 你真好 第三案 四喜丸子 从生州到苏州 还不如从京城到生州的一半路远 可一路走走停停 到紫竹县境内 已经是腊月底 离过年就差那么几天了 要是依着萧锦鱼的意思 这会儿恐怕都已经从储水镇回到京城了 不过不会是躺在马车里回去 得是躺在棺材里回去了 楚楚一道上 挖空心思想破了脑袋 把先前从储水镇到京城 一道上听见的 看见的 全用上了 路过这个地方 就说这个地方什么什么东西好吃 停下来住两天吃个够 路过那个地方 就说那个地方什么什么景好看 停下来住在这个景附近 一直住到 萧锦鱼闭着眼都能把这片景画下来了才肯走 路过个什么特色都没有的地方 干脆就说 这个地方的菩萨灵 非让萧锦鱼停下来住几天 跟他一块去庙里拜菩萨 萧锦鱼要是不答应 他就一副立马哭给他看的模样 每回都毫无例外的 让萧锦鱼伤出一种 自己不答应 就是欺负他的感觉 于是虽然还是一路马车颠簸 可萧锦鱼非但没搞出什么新毛病来 还把旧毛病养了个差不多 这种时节 萧锦鱼的身体还从没这么轻松过 心情也从没这么轻松过 可一进紫竹线 楚楚就沉不住气了 晚饭胡乱剥了了几口就催着走 萧锦鱼倒是不着急了 给他盛了碗汤 不紧不慢的道 今天还不能回去 楚楚急的瞪大了眼睛看他 为什么呀 我家离这儿可静了 再组一住香的吩咐就到了 萧锦鱼带着点笑意浅浅看着他 这小丫头每次急起来 就更像个小丫头了 你家里人可知道 你带人回来提亲了 楚楚一愣摇摇头 萧锦鱼还是笑着 却很是认真的道 这样贸然拜访 你家里人若嫌我唐吐 不知礼数 不肯答应 怎么办 楚楚猛的想起 爹每次带哥哥到人家公娘家里提亲的时候 爹和爷爷奶奶都是对哥哥嘱咐半天 这个能干 那个不能干 这个能说 那个不能说的 说上好一大堆 楚楚明明嘴唇 很没底气的道 肯定不会 小锦鲸鱼忍不住身手摸摸摸他的小脑袋 你先吃饭 吃过饭我写封信 你找个熟人给家里送去 明天我们在县城里把彩礼办好 后天一早就去你家 行不行 楚楚笑着点头 这样好 俩侍卫坐在林中 埋头默默往嘴里扒饭 这大半个月来 这种让他俩自己主动忽略自己存在的情景 已经从几天一回 发展成为一天几回了 俩人正在努力装空气 空气突然一动 俩人中间的长凳上 便戏法式的多出个人来 俩人扔下饭碗 蹭地站起来 却要拔藏在衣服里的刀 还没摸住刀饼 那人就一把抓起了桌上的碗块 饿死我了 俩人这才看清景音那张 唯恐天下不乱的笑脸 不过电关火石之间 九楼大堂的其他客人 一点都没发现这边的异样 萧锦鱼和楚楚听见景音这声叫 才转过头来 楚楚一阵惊喜 景大哥 你怎么来了 萧锦鱼微撞眉头 看着已经开始狼吞虎咽的景音 是啊 你怎么来了 景音拼命咽下嘴里那一大口饭 吐出一块咬得半碎的鸡骨头 才像哭又像笑得到 府里今年的账都理清楚入库了 府上看家护院的那个说 家里人都忙得找不找北 就我一个人闲得茅长 让我来跟着爷探探路管管账 爷不回去我也甭想回去 楚楚听得一头雾水 萧锦鱼是听明白了 吴江怕再出事 自己不敢善离京师 安王府今年又没有空闲人手 就把景音给赶过来了 吴江要是不让景音回去啊 景音还专进不了京城城门 大过年的 罢了 来了也好 明天你就在县城替我办彩礼吧 景音勾起一抹笑 这个容易啊 保证比你自己办得好 萧锦鱼看了眼埋头继续大吃的景音 我们先找客栈休息 你慢慢吃 去吧去吧 吃完记得把账结了 楚楚洗完澡出来 萧锦鱼正靠在床头看信 一封信看起来有四五页 萧锦鱼盯着信纸 眉头皱得紧紧的 楚楚已经有好些日子 没见过萧锦鱼这样的神情了 她已经记住了 王爷一旦有这种神情 肯定是什么地方又出大事了 王爷一连几天都会高兴不起来 楚楚乖乖站在一边 等她看完了 才走过来爬上床 钻进被窝 窝进她怀里 脑袋挨在她胸口 两手紧紧搂住她的腰 这段日子 萧锦鱼的脸皮总算是习惯了这个动作 看她突然一声不吭 乖得像猫儿似的 萧锦鱼在她身上轻轻拍了拍 没事 是六王爷的家信 楚楚心里一松 脸上接着就有了像模样 抬起头来看萧锦鱼 王爷 六王爷叫什么名啊 萧锦鱼 楚楚一下子乐了 萧锦鱼 王爷 你家人名真有意思啊 萧锦鱼提笑皆非 也不跟她计较 挪开靠殿躺了下来 王爷 那六王爷字什么呀 字决然 我还以为他字骡子呢 快睡吧 出出在萧锦鱼怀里 不安分的蹭了蹭 王爷 井大哥去办彩礼 那我们明天干什么呀 你不是想带我去天香茶楼 听董先生说书吗 好 萧锦鱼一直以为 天香茶楼是个挺大的茶广 到了才发现 就是个最普通的小茶楼 上下两层 楼下摆着几张桌椅 一个输输台 满屋一尘不染 但已经救得不成样子了 一大清早 果然清容得很啊 客官 里边请 您想喝什么呀 呦 是楚丫头啊 茶楼掌柜又揉了揉眼睛 才笑着道 有两月没见你了 咋又变俊了呀 都不敢认你了 楚楚笑得甜甜的 我去京城了 去京城干啥了 找六扇门啊 掌柜扑斥笑出声来 哎呀 你咋还惦记着董先生的那点玩意儿啊 萧锦鱼道 董先生可在 掌柜这才发现 一块进来的还有个人 看着楚楚道 这是 在下安妻 是京城来的茶商 跟掌柜是半个同行 掌柜慌得连连白首 哎 不敢当 不敢当啊 我就是个卖口茶水的 可不敢高攀京城的老板啊 快里面请 里面请啊 你喝壶什么茶呀 不对不对 您是京城来的茶老板 我这儿的茶呀 实在入不得您的眼 这样 我给您漆一壶啊 我们这儿产的绿茶 没啥好的 您就尝个新鲜 萧锦鱼几次想插话都没插得进去 一听掌柜说完 忙到 掌柜不必客气 这个一定得客气啊 出水镇哪 很少来外人 更别说是京城来的老板了 来了就是客嘛 茶呀 算我请您的 掌柜 萧锦鱼不得不扬声节住他的客气 我是来找董先生的 掌柜一愣 找董先生啊 出处赶紧点头 我们就是来听董先生说书的 第四十一集 掌柜一时笑得尴尬起来 你们来的呀可不巧 我这两天还找他呢 他呀 已经两天早晨呢 没来说书了 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这一时也找不着人替他 正愁得慌呢 萧锦鱼没心轻醋 他刚到这人就不见了 也着实太巧了点 可知董先生家在何处啊 掌柜摆摆手 他不是这儿的人 说是京城来的 说书啊 也跟我们这儿的人不是一个路子 古怪归古怪 倒也有意思的很 我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他就每天早晨来 说完了书呢就走 有时候啊 也跟客人闲扯几句 跟楚丫头说的话最多了 这说了有一年多了 突然不见他人了 还怪不习惯的 楚楚着急得很 那他是不是回京城了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萧锦鱼轻轻点头 多谢掌柜了 来都来了 喝了茶再走吧 不讨扰了 回客栈 一路上楚楚都没说话 回到客栈刚一进屋 哇一声就哭起来了 王爷 我没骗你 萧锦鱼被他哭得心里发紧 伸手把他拉到身边来 我知道 楚楚趴在萧锦鱼腿上 哭了好一阵子 萧锦鱼说什么都没用 索性扶着他的头发 等他哭够了 哭累了 不哭了 楚楚抬着哭花的小脸 满是眼泪的看着萧锦鱼 王爷 董先生还能回来吗 萧锦鱼从身上拿出手绢 轻轻擦着他脸蛋上的泪珠子 放心 我能找找他 真的 一个费那么大劲 把他引到这儿来的人 怎么会见都不见他一面 一点线索都不留就消失呢 萧锦鱼轻轻点头 真的 日镜黄昏 楚楚跟景义去看他置办来的彩礼 萧锦鱼一个人在房里看白天送来的几本公文 刚看了半本 侍卫就在外面轻轻敲了三下房门 进来 侍卫闪身进来 迅速关好房门 速度之快 好像直接从门里穿过来的一样 萧锦鱼把公文割下 眉心微醇 可查到了 王爷 卑职已经找到那个说书先生的住处了 在京郊一个荒村里 那个村总共还剩不到十户人家 家家之间隔得远 都没什么来往 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住进去的 也没人认识他 侍卫说着把手里的小包袱 乘到萧锦鱼面前 他房里除了些过日子的家伙 之外 没有特别的什么东西了 倒是在他的被褥底下发现了这两样东西 萧锦鱼解开包袱 第一样东西刚入眼 脸色就疏得一沉 让锦鱼来一趟 是 锦鱼带着一抹颇得意的笑从窗口跳进来 转身关上窗子 我就说嘛 这种事啊 我肯定办得比你利索 那丫头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 转身看到萧锦鱼桌上 摆着那一块鸡血石印 锦鱼一抹笑 僵在脸上 满眼错愕 这是 谁的 萧锦鱼凝着眉头 声音微沉 那个满嘴六扇门的说书先生 锦鱼过去拿起那块印 翻过来看了一眼 印上刻着四个字 探视十六 皇城探视司的人 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萧锦鱼放低了点声音 可还记得吴郡王萧绝谋反的案子 锦鱼脸上一点笑意也没有 眉头也皱了皱 你前年不是查清楚给他平反了吗 萧锦鱼轻轻点头 平反后他就隐居此地 知道此事的人不多 锦鱼一双狐狸眼瞪得溜远 吴郡王从天牢出来就剩下半条命了 皇上还让探视司的人盯他干嘛 萧锦鱼冷笑脸来一眼瞪过去 是你该问的吗 锦鱼立马闭嘴 刚才一惊就忘了行 皇城探视司的事 别说他不能问 就是萧锦鱼也没资格问 甚至他们本不该知道这些专为皇上行监视之事的人的存在 萧锦鱼拿起桌上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这也是从那说书仙上的住处找到的 锦鱼随手翻开一页 刚看了半行 脸就绷不住了 猪毛土蛋 狗尾巴草 锦鱼一脸黑线地抬起头来 这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你也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啊 你要不问问你家王妃娘娘 没准她能知道 萧锦鱼心里一沉 为什么 锦鱼苦笑着把册子落回桌上 不为什么 咱们知道的她不知道 她知道的咱们不知道 这会儿啊 咱们不知道了 没准她就能知道了呗 这事儿再说 你现在马上到紫竹县县县衙去一趟 知道了 锦鱼像鬼妹一样飘进屋里来的时候 已经是后半夜了 萧锦鱼正坐在屋里等她 一股浓烈的酒味 迎面扑过来 萧锦鱼拧起眉头 喝酒了 锦鱼往桌边一坐 稳稳当当地抓起茶壶 给自己倒了杯水 脸上和声音里都不带一点醉意 郑友德 当了十来年的县令 早就当成油条了 不灌晕了 根本吐不出来石化来 我一口没喝 全到了 是她喝多了 非要演猴戏给我看的 蹦蹦跳跳的 撞了翻了两坛子酒 撒了我一身 可问出什么了 将一一口干了杯子里的水 摇摇头 我跟她说 是三法司年底对地方衙门的例行抽访 她就一个劲的呀 你好我好全都好 然后呢 白酒请我吃饭 我一边灌他一边明着按着问 开始啊 还是说哪哪都好 后来就问什么都不清楚了 吴郡王是谁 他不知道 那个说书先生在茶楼里编排六扇门的事 他也不知道 就是个糊涂芝麻官 要不也不至于当了十几年的县官了 小锦鱼若有所思的轻轻点头 景义苦笑 这小破地方能出多大的事啊 静观其变吧 必定不小了 小锦鱼的马车一大清早 从紫竹县县城进到储水镇 路过天香茶楼之后 就再没有能让这辆大马车过去的路了 于是把马车寄放在天香茶楼 楚楚推着萧锦鱼的轮椅在前面走 两侍卫一根扁蛋 担着三香彩礼在后面跟着 四个人在各种小巷子里 九拐十八弯绕了好一阵子 越走越冷清 一直走到看见山 看见河了 楚楚终于指着一户 建在河边的小院子喊起来 到了到了 就是那儿了 小锦鱼还没来得及出声 楚楚已经推着她就过去了 爷爷奶奶 爹 哥 我回来了 还没进院子 一个头发花白 腰板硬朗的老妇人 就从屋里迎了出来 楚楚放开小锦鱼的轮椅 一头扎进老妇人怀里 奶奶 楚奶奶笑着拍拍她的后脑勺 嘿 回来了就好 进屋 都快进屋吧 看着楚楚跟楚奶奶进去 小锦鱼才发现 自己刚才紧张的连呼吸都忘了 连见皇上都不紧张 这是紧张的什么 一致之间 楚楚又跑了回来 凑到小锦鱼耳边笑着道 你别害怕 我奶奶说 你长得可好看了 小锦鱼脸上一热 还没来得及现出红色 楚楚已经转身跑进去了 小锦鱼深呼吸了几下 才缓缓推动轮椅进屋去 刚进屋就发现 出去楚楚和楚奶奶不知道去了哪 楚家三个大男人都在客厅里坐齐了 六只眼睛正齐刷刷的盯着门口 两侍卫把彩礼箱子搁在门口 跟在小锦鱼后面一块进了门 进门还没站稳脚 那个二十出头 一脸憨厚老实模样的撞小伙就走过来 眼神落都没落在小锦鱼身上 直接一把扯住 左边那个一脸鹰气的侍卫 你要娶我妹妹 谁要娶你妹妹啊 侍卫差点给她跪下 还没来得及张嘴 就听那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拍着大腿道 这楚丫头 咱 咱要一个就行了 咋还领来一帮啊 小锦鱼脸上一阵青红交替 吻了吻呼吸 汗手拱手道 没有一帮 只晚辈一个 楚楚爹一愣 小伙子也把侍卫撒开了 瞪大了眼 在小锦鱼和两侍卫身上 来回晃到了好一阵子 最后一脸怀疑的看着小锦鱼 那信 是你写的 正是在下 小伙子挠头 一边打量着小锦鱼 一边嘟囔道 不对啊 不都说 字长得跟人一样吗 那字写得跟神仙一样 怎么人是 一双眼睛盯在小锦鱼的腿上 没好意思再往下说 被楚家爷俩这么一打岔 小锦鱼反倒不紧张了 抬起目光 淡然一笑 人是凡夫俗子 有夫兄太期望 实在惭愧 小伙子听得脸上一烫 舌头一阵打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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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楚河 我 我是 楚丫头他哥 小锦鱼拱手一笑 在下安妻 有礼了 楚河回头看向楚楚爹 楚楚爹转头 看向楚爷爷 楚爷爷直直地看着小锦鱼的一双腿 小锦鱼就那么静静地坐着 神色淡然而千功有礼 好一阵子没人出声 生生把俩侍卫紧张得脑门直冒汗 到底还是楚爷爷轻了轻嗓子 开了口 是你要娶我家楚丫头啊 小锦鱼微微汗手 是 楚爷爷盯着小锦鱼上下左右又看了半天 看着小锦鱼又隐隐心慌起来 明明一张圣纸握在手里 不娶也得娶 不嫁也得嫁 可小锦鱼就是忍不住紧张 比第一次声讨审案还紧张 从昨天晚上开始 他脑子里就一直在想 楚家长辈可能问些什么 想得一晚上都没睡着 准备好的对答的话 都能写出一本书了 可看刚才那爷俩的势头 楚爷爷问出来的话 肯定是他再想三个晚上也想不到的 楚爷爷一直把小锦鱼看得脸色发白 小锦鱼心都提到了嗓子口了 出了一手的冷汗 才听得楚爷爷问了一句 那啥时候去啊 啊 楚爷爷脸一拉 啊啥呀 你反悔了 小锦鱼慌得连连摆手加摇头 一张脸一下子红起来 没有没有 这问题他还真想不到 而且是想都不敢想 他那一封信里竟是文周周的客气话 有用的也就只有自己姓什么叫什么 家在哪儿干啥的 还都不是实话 什么都没问呢 这就要娶了 小锦鱼愣愣愣地看着楚家的三个男人 你们答应了 楚爷爷白了小锦鱼一眼 看你呀 这傻愣愣的母呀 肯定不会欺负楚丫头 小锦鱼赶紧摇头 晚辈绝不欺负她 楚河挠着头黑黑一乐 楚丫头跟你这样的也挺好 你要欺负她呀 我肯定打得过你 兄台说的是 楚河被这声兄台叫得不好意思了 都一家人了 还客气啥呀 你喊我哥就行了 小锦鱼嘴角一僵 两侍卫默抬头看向房梁 这不属于吴江指定的护驾范围 见楚楚爹和楚爷爷 还真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小锦鱼硬着头皮叫了一声 哥 喊了小的不喊老的实在不成体统 小锦鱼向楚爷爷和楚楚爹微微焊手 爷爷 岳父 楚楚爹乐呵呵地走过来 宽大的手掌在小锦鱼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小锦鱼心里一慌 差点被他拍趴下 这傻孩子叫啥岳父啊 一个女婿半个儿喊爹就行了 楚爷爷一眼瞪过来 爹 哎 楚楚这才从一侧屋里跑出来 凑到小锦鱼身边 笑嘻嘻地在他耳边小声道 我就说吧 他们肯定不欺负你 还想怎么欺负啊 第四十二集 楚奶奶也从屋里走出来 笑眯眯地看着小锦鱼 你俩干过啥 楚丫头啊 刚刚都跟我说了 小锦鱼脸上腾得一红 他俩干过啥了 看着小锦鱼脸红起来 楚奶奶笑得更开了 伸手在小锦鱼脸上轻轻拍了拍 哎哟 这孩子 脸皮怎么这么薄啊 脸皮薄了好 心好 人厚的 谢谢奶奶 小锦鱼一张脸红得要冒烟了 楚楚就只管在一旁 看着这颗大红樱桃咯咯直笑 楚奶奶笑着把楚楚揽进怀里 腾出一只手来 摸了摸小锦鱼的脑袋 看你 就是个有大学问的 楚丫头啊 年纪小 没见过啥世面 他要是啥做得不好啊 你就说给他听 楚丫头啊 心眼识 可聪明得很 一学就会 他 他很好 两侍卫继续默默望房梁 生怕一不留神 多看到点什么 随时有被杀人灭口的危险 小锦鱼终于在两侍卫养头望天的姿态里得到了点启发 赶忙到 晚辈 晚辈把彩礼带来了 楚楚丫头 楚丫头的嫁妥也都收拾好了 咱说办就能办 小锦鱼差点昏过去 他前天晚上才把信送出来 这才一天功夫 嫁妥都收拾好了 还说办就办 还没等他急 楚爷爷乱起拐棍 帮他敲到了楚楚爹的脑袋上 你猴急个啥呀 没几天就过年了 总得让他俩在家把年过完吧 这小子家在京城 那么大老远的 楚丫头嫁了跟他走了 那啥时候还能回来过个年啊 楚奶奶听了这话 眼圈红了起来 又把楚楚往怀里懒了懒 好像生怕有人要抢走他似的 楚河摇摇嘴唇 一脸不舍地看向楚楚 楚楚爹捂着脑袋愣在那儿 笑容也僵在了脸上 一时满屋静寂 小锦鱼突然觉得 自己像是犯了什么 不可弥补的滔天大罪 看着楚楚 我被在楚奶奶怀里 恋恋不舍的可怜模样 心里一乱 脱口而出 我每年带他回来 一家人杀得起起转头 看向他 真的 小锦鱼被这阵势吓得一愣 真 真的 爹都喊了 还有什么假的呀 楚爷爷捋着胡子只点头 楚河憨憨的一笑 你还真是个好人啊 楚楚爹笑眉了眼睛 在家过年好 好 咱家有屋子 能住的下 楚奶奶笑眯眯的抓起他的手 拍了拍 哎哟 多找人疼的孩子 瞧你瘦的 做大生意 累得很吧 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好好补补身子 楚楚爹也连连点头 对对对 我这就到后面山上给护人家熟师去 回来给你们煮排骨汤 这俩大哥子兄弟也一块吃 不不不 不敢不敢 都是一家人 客气啥呀 直到楚家人各忙各的去了 楚楚推他进了间小屋 小锦鱼一张脸还红得厉害 楚楚笑嘻嘻的看着他 看着看着 忍不住搂着他脖子 在他脸上清了一口 趴在他耳边上悄悄的说 王爷 你真好 小锦鱼都快哭了 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回在人前狼狈成这副模样 还有俩部侠在一边听着看着 真是没脸见人了 小锦鱼把楚楚扯起来 一脸的又羞又恼 再怎么板着脸 还是跟受了气的小媳妇似的 好什么好 你就看着我在那丢人 楚楚一脸认真 你才没丢人呢 你说的可好了 他们都夸你了 小锦鱼连哭的心都没了 有气无力的靠在椅背上 还好 这种事一辈子就一回 小锦鱼轻轻叹气 看着眼睛笑得弯弯的楚楚 我见了你家里人 你愿不愿意 跟我去见见我的一个亲戚啊 楚楚一下子睁大了眼睛 你有亲戚在储水着 在子竹线离着不远 啊 我肯定不跟你丢人 从天香茶楼上了马车 楚楚钻进车里就忍不住问小锦鱼 王爷 咱们是去看你的哪个亲戚啊 我三哥的长子 就是你侄子 小锦鱼心不在焉的点了点头 嗯 那他家里还有别的什么人吗 没有 楚楚 楚楚松了口气 眨眨眼睛 他叫啥名啊 小锦 楚楚呕了一声 嘟唠一句 咋不睡鱼了 王爷家亲戚住的地方 楚楚本以为会是个像安王府那样 一不留神就能走迷路的大宅子 下了马车才知道 居然就是个窝在巷子底的幽山小院 院门紧闭着 清漆剥落的木门上 挂着一把绣迹斑斑的大锁 门前积了好一层枯枝落叶 看着像是荒废了好些年了 楚楚拧起眉头看着院门 凑到小锦鱼旁边小声问 王爷 你是不是记错了 小锦鱼也轻轻蹙着眉 皇室宗亲的居所在京街有记录 地方肯定是没错 但这么看着 一个侍卫围着院墙绕了一圈 王爷 后面有个小门 反锁的 敲了 没人开 看见小锦鱼 眉头皱得紧紧的 楚楚往上跳了跳脚 奈何个儿太小 连院墙底都没看见 只好胡乱猜 是不是出门了呀 快过年了 他出去买年货了吧 不会 你俩把门破开 两侍卫一个抽刀砍掉了大锁 一个抬手撞断了门栓 两扇破门经不住车头 直接从门框上掉了下来 光当一声拍进了院子里 声响未落 一个带着火气的苍老声音 骂着就过来了 这又是哪来的熊孩子呀 人你们一回两回的 还蹬鼻子上脸了呀 让我逮着你们 逮着你们我 老头颤微微的走到门口 吹胡子瞪眼的神情 还挂在脸上 一眼看见端坐在门口的萧锦鱼 像被人一块砖 突然拍到后脑勺上一样 一僵 接着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像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似的 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看着这少说 也有六十大几的老头 哭成这样 俩侍卫一时愣在原地 正正地看着 倒在地上的门 就这么两上破门 不至于吧 楚楚一看老头哭得 连气都喘不匀了 干巴巴的身子 哭得一抖一抖的 赶紧跑过去掺他 急到 你别哭 别哭呀 这门多少钱 我 我家王爷赔你 他有钱 有好多钱 老头被他说得哭不下去了 抽烟者跪直了身子 泪眼婆娑地看着 一脸着急的楚楚 你是 你是什么人啊 楚楚笑得甜甜的 我是你没过门的婶婶 老头一口气没喘云 差点背过去 噎得一对眼珠子 都要瞪出来了 萧锦鱼脸色一团漆黑 楚楚 扶田管家起来 啊 楚楚瞪大了眼睛 看着已经欲哭无泪的田管家 你不是王爷三哥家的大儿子呀 不敢 不敢 田管家慌忙抬手 往后面小楼一指 我家王爷在房里歇息呢 楚楚掺起田管家 侍卫也把萧锦鱼的轮椅抬了进来 初初赶紧小脸泛红的躲到萧锦鱼身边 压着声道 王爷 你不是说他家里没别人了吗 你怎么老说瞎话呀 他只当他问的是家眷 谁知道他会把所有人都问进去啊 这么大一个侄子 他还真敢想 萧锦鱼伸手把他往后拨了拨 看着差点吓丢了魂的田管家 我来此地办点私事 顺便来看看他 田管家抹了两把泪 摇头叹气 您来得正好 萧锦鱼眉心一沉 怎么了 田管家摇摇头又抽叶了起来 还能怎么 病呗 从里到外都是病啊 王爷命苦 好端端的一个人 说关天牢就关天牢了 要不 是您给张罗这翻案的 就是这半条命 也得丢在那里面了 从来了紫竹县之后啊 他就让人把大门锁了 院里几个下人啊 进出就从后院小门 谁敲门也不让硬啊 一天到晚就卧在屋里 对着棋盘发呆 啥也不干呢 让人看着心里难受啊 这几天啊 一直发烧的 还不肯吃药 老说自己啊 就该走了 得快点啊 把那盘棋给琢磨出来 直到田管家哭得 说不下去了 萧锦鱼醋眉轻轻点头 我去看看 楚楚 你跟我来 好 萧锦鱼和楚楚 进屋的时候 萧绝正裹着一领弧球 靠在榻上 直直地看着摆在身边矮机上的棋盘 两个人都来到他对面了 他连目光都没动一下 楚楚站在萧锦鱼身边 好奇地看着这个最多二十岁的年轻人 倒不是他长得多好看 只是他还从没见过一个大活人 能这么有尸体的感觉 萧锦鱼没看人 倒是轻皱眉头 看着那盘棋 这个残局在萧绝海南征北战 意气风发的时候 就已经跟着他了 一直无人可谨 包括萧锦鱼 萧锦鱼沉声道 紫竹县 有皇城探视司的人 萧绝没有任何反应 紫竹县就只有你值得他们来 萧绝仍没有反应 那个探视司的人失踪了 萧绝眼里只有棋盘 让他试试吧 萧绝目光一动 缓缓看向了萧锦鱼身边的楚楚 楚楚听萧锦鱼说话正听得糊涂 突然被萧绝用这样深不见底的目光看过来 满往萧锦鱼身后退了一步 萧锦鱼静静看着萧绝 反正你一时破不了 让他试试也无妨 没准还能蒙出点什么 萧绝微微地点了下头 楚楚急得只扯萧锦鱼的袖子 他可不会玩这些东西啊 萧锦鱼云淡风轻地道 无妨 随便怎么下 把那片被围的白子救出来就好 只要让黑的不围着白的就行 嗯 楚楚看看那盘摆得密密麻麻的黑白子 又看看面如冰封的萧绝 咬咬牙站到了前面来 下巴一扬 我要是把白子救出来了 你得好好听王爷说话 萧绝又点了下头 楚楚眨眨眼睛 让白子出来就成 萧绝仍点头 看着楚楚扫了眼棋盘 抬起手来 萧绝微轻起身子 倾诉眉心紧盯棋盘 欲光瞥见楚楚落手 没去抓棋子 而是抓住了棋盘的一脚 还没反应过来 楚楚已经扬手往上一掀 哗啦啦的把棋子掀了一地 撂下棋盘 楚楚拍了拍手 笑眯眯的道 好了 白子全出来了 萧绝瞠目结舌的僵在那儿 愣愣的看着一地棋子 萧继于轻勾嘴唇 他就知道会是如此 早几年前就想掀着棋盘子了 萧绝愣了好半天 才盯着楚楚说出句话来 你是谁 声音虚弱 哑得厉害 飘渺的像是从阎王殿传来的 再配上那张惨白凹陷的脸 楚楚慌的躲回了萧锦鱼身边 她是你还没过门的婶婶 我来娶她 顺便看看呢 萧锦鱼带着点满足的笑意 扫了眼地上的棋子 你现在心事已了 安心养病吧 闲事莫利 说完 说完就推动轮椅出门去了 楚楚赶紧跟了上去 王爷 我没给你丢人吧 没有 回到楚家的时候 天色已暗 屋里灯火通明 没进院门 就听见楚家人高高低低地说话声 饭菜箱都飘到院子里来了 萧锦鱼心里无端地暖了一下 从一片死寂的郡王府沾染来的冰冷沉郁感 消融殆尽 整个人像是一下子脱下了一身铁皮铠甲 疲惫之余又感到格外轻松 不知怎的 突然觉得是到家了 明明是个还没待满一天的地方 我们回来了 正好 楚楚爹端着一盘排骨汤 笑呵呵地从后门进屋来 都做好了 吃饭吧 好 萧锦鱼坐到桌边 往桌上看了看 桌上昏昏素素摆了一大片 都是最普通的家常菜 可一看就是费尽了心思 往京戏里做的 香气热腾腾地挤了一屋子 把萧锦鱼向来迟钝的食欲都唤醒了 楚奶奶盛了满满一大碗饭 放到萧锦鱼面前 笑着道 小地方啊 也没什么好吃的 就吃个新鲜 多吃点啊 不够啊 锅里还有 够了 够了 谢谢 处奶奶笑着伸手 拍了拍萧锦鱼的后脑勺 你这傻孩子 老客气什么呀 应该的 处处处爹咬了一碗排骨汤递给萧锦鱼 碗里排骨堆得高高的 我就这个汤做得最好 你尝尝 好吃不 你要爱吃啊 回头我教你 处和直笑 爹 人家是京城的大老板 才不会跟你学做汤了 我学 你学个棒锤 处爷爷发了个白痒 夹起一只瘦大的鸡腿 塞进了萧锦鱼碗里 你看你瘦的 一不留神 再把自己当排骨煮咯 您说的是 楚楚也笑盈盈的 往萧锦鱼碗里夹了几筷子菜 你爱吃素的 我们这儿的菜 可比京城的菜水灵多了 你多吃点 萧锦鱼看着面前 堆得跟小山似的饭碗 额头上默默冒出了一层细汗 要是把这些一气吃下去 一直到冬天过去 都不用再吃饭了吧 抬头看见楚家五口人 齐刷刷的看着自己 一副他不吃 他们就都不吃的架势 萧锦鱼赶紧拿起勺子 喝了几口汤 又拿起筷子 胡乱扒了几口饭 萧锦鱼刚嚼了几下 就听楚爷爷问了一句 咋呀 萧锦鱼一紧张 立马想说个好 结果一口饭噎得极了 突然呛咳起来 咳得脸颊都红了 楚楚赶紧凑过来 帮他拍背 你慢点吃嘛 楚奶奶一边给他倒水 一边埋怨楚爷爷 你这老头子 吃个饭 还堵不上你的嘴啊 喝了几口水 胜过劲来 萧锦鱼摆摆手 想说自己没事 可还没出声 鸡骨里 疏得窜上一阵 强烈的疼痛 萧锦鱼身子一颤 疼痛迅速沿着骨头 蔓延开来 这是 呼吸控制不住的急促起来 趁着剧痛还没把 一时耗尽 萧锦鱼一把抓住 楚楚的手 放在自己的腰带扣上 楚楚 药 要 看着萧锦鱼脸色突然变得煞白一片 楚楚吓了一跳 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楚河一下子跳了起来 伸手就把楚楚扯到了自己身后 一脸愤愤的瞪着萧锦鱼 你要啥 楚奶奶把楚楚揽到了身边 意味深长的看着靠在轮椅中气息不匀的萧锦鱼 孩子啊 这样可不成啊 齐轻是齐轻 得败了糖才能算数 萧锦鱼一张脸上又黑又白 冷汗瞬夹而下 喘气的说不出话来 更别说去解什么腰带扣 只得直直的盯着楚楚 指望她能想起点什么来 楚楚爹在楚楚和萧锦鱼之间来回看了看 看着萧锦鱼死死盯着楚楚不放 挠着头黑黑一乐 嘿嘿嘿 我都不知道 咱楚丫头还能让人稀罕成这样呢 被萧锦鱼这样盯着看 楚楚猛的想起来 那天侍卫是怎么摔了她的腰带扣 取了颗药给她吃的 往她腰间一看 正是个一模一样的腰带扣 她又粘着什么脏东西了 楚楚急着冲过去 你忍着点 我帮你 还好她记得起来 楚楚上前就要解萧锦鱼的腰带扣 楚河一把拉住她的手 一张脸胀的通红 不行 以前咋不知道这丫头骗子这么大胆 当这一家老小三倍的面就敢 楚楚抬起胳膊肘子 使劲往楚河胸口一顶 把楚河推到一边 急到 你快点弄凉水来 要带冰的 她得泡到冰水里才行 楚河一愣 正正的看着大汗淋漓 喘气急促的萧锦鱼 看她身子单薄的跟纸糊的似的 还是个残废的 她这向来好心眼的妹子 咋对自己男人吓得了这狠心啊 楚河咬咬牙 抓起楚楚的胳膊 把她扯开 一张脸憋得发红发紫 才憋出一句话来 要不 要不我来 萧锦鱼快疯了 刚要提起点力气开口 就听楚爷爷 把拐过往地上一顿 沉声道 都闪开 楚爷爷走过来 一把抓住萧锦鱼的手腕 萧锦鱼一惊 想正没正的开 楚爷爷往他脉上一搭 脸色一沉 把他呀 抱到里屋床上去 楚楚爹正正的看看萧锦鱼 又看看楚爷爷 拧了拧嘴 爹呀 您年纪大了 这样不好 您要是不放心 要不 要不我来 萧锦鱼后悔 自己怎么没早点昏过去 现在想昏都不敢昏了 来个棒吹 楚爷爷拐棍一顿 再磨蹭啊 想给女婿收拾啊 楚楚爹一愣 奔过来摸了下萧锦鱼的脉 一拍脑门叫起来 呦 这是 是 是个棒吹 快呀 哎 哎 楚楚爹和楚河手忙脚乱 又小心翼翼的把萧锦鱼送进屋里抱上床 楚奶奶一直把楚楚揽在身边 不让他往前扣 楚楚急得直叫 快把腰带扣拿下来摔了 快点给他泡冰水 我得给他扎针 楚爷爷张一手拿着个小坛子走进来 抬起拐杖 就往楚楚小腿上抽了一下 叫 知道他是啥病啊 你就叫 他 楚楚看着躺在床上 已疼得一时不清的萧锦鱼 张嘴结舌 他就知道他有风湿 他胃不好 他怕黑怕脏 可这怕脏也算不上是病啊 楚楚发愣的时候 楚爷爷已拿着坛子凑到了床边 接了坛子盖 屋里顿时慢开一阵浓烈的酒药混杂的气味 楚爷爷掰着萧锦鱼的嘴 把坛子里深褐色的汁水硬灌着让他喝下去 一直灌了大半坛子 萧锦鱼突然趴在床边吐起来 楚河赶紧递上了坛鱼 萧锦鱼开始还吐的是会物 吐着吐着突然呕出一口暗红发黑的血来 楚爷爷这才把那坛子搁到了一边 伸手搭了他他的脉 行了 捡回条命来 那 那他是啥病啊 楚爷爷扭过头来瞪了楚楚一眼 他是啥病 你咋不问他呀 楚楚往后缩了缩 楚爷爷爷沉着张脸 看着他问道 楚丫头啊 这人到底是干啥的 楚楚缩到楚奶奶怀里 他 他是京城的大老板 卖茶叶的 楚爷爷东的把拐棍往地上一顿 才出趟门就学会扯谎了 卖茶叶的 卖茶叶的上哪染上这么厉害的尸毒啊 看着楚楚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楚奶奶也着急了 拍拍楚楚的肩膀 楚丫头 他有啥病你咋都不知道啊 快说吧 这孩子到底是干啥的呀 楚楚没说谎 是我有所隐瞒 一家人的目光本来都集中在楚楚身上 突然听见床上传来的微弱声音 刷一下全都看了过去 小锦鱼已经恢复了意识 身上还在疼着 但疼得明显没有那么剧烈了 小锦鱼勉力撑起身子 楚河掺了他一下 扶他靠着床头坐了起来 谢谢 小锦鱼淡淡看着 愣在楚奶奶怀里的楚楚 勉强提着力气 虚弱却清晰地缓缓道 我确实做茶叶生意 只是不光做这个 我在京里还是个当官的 查案子的官 先前恐行事不变 有所隐瞒 还望见谅 楚河眼睛睁得溜圆 盯着这个 做都做不稳当的人 你 你是京城里的官啊 小锦鱼轻轻点头 那 那是多大的官啊 没品鉴 但只要是案子 我就能管 楚河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那 那不得比正宪令还大呀 小锦鱼点点头 大一点 楚楚爹小心翼翼地看着这个 长得一点都不像大官的官 你这尸毒 是茶案子染上的吧 是 有三年了 有回茶案没留神 被人盯进了一口 装着腐蚀的泡棺材里 关了三天才被救出来 后来就发现 染了尸毒 也再不敢待在没光亮的地方了 小锦鱼 浅浅浅苦笑着看向楚楚 我怕他嫌我 没敢说 楚楚一急 从楚奶奶怀里正出来 奔到床边 一头扑进小锦鱼怀里 就哭开了 我不嫌你 一点都不嫌你 被楚家人琪琪看着 小锦鱼脸上微微泛红 勉强抬手 轻轻拍了拍楚楚的背 谢谢 楚楚突然松开小锦鱼 转身拉住楚爷爷的胳膊 扬起一张挂着泪珠子的小脸 带着哭腔道 爷爷 你救救他吧 他是好人 大好人 我保证 楚爷爷脸色沉着 盯着面色惨白 却神情淡然的小锦鱼 看了一阵 摆摆手叹了口气 走到桌边 摆开笔幕 边写边道 我写个方子 你呀 跟你奶奶去找青狼猪拿药 师徒这玩意儿啊 邪乎得很 染上的人也少 一般郎中啊 都不会治 要不是你太爷爷染过 我也没法子 他呀 这都拖了三年了 都进到骨头里去了 一时半会儿啊 治不好 得慢慢养过来 楚楚摸摸眼泪 接过楚爷爷递来的方子 又跑过去抱抱小锦鱼 你肯定能好 小锦鱼浅笑点头 看着楚楚 看着楚楚跟楚奶奶出了门 向楚爷爷汗手 真心实意的道 谢谢爷爷 哪知道头还没抬起来 楚家三个男人 齐刷刷的给他跪下了 每天给他下跪的人 数都数不过来 还从没把他跪得这么心慌过 小锦鱼惊得极道 快请起来 晚辈不敢当 三个人不但没起来 楚楚爹还磕了个头 你是查案子的大官 早晚能查出来 我们还是自己先招了吧 小锦鱼一正 楚河赶紧道 我们要是自己招了 就算自首不中罚吧 小锦鱼鬼使神差的摇摇头 这话说的是没错 可他完全没明白 这是说的什么呀 这么一家人 能犯什么大罪啊 楚爷爷抬起头来 看向小锦鱼 你说要娶楚丫头 其实是来查楚丫头身世的吧 小锦鱼心里疏得一沉 远色微变 楚爷爷叹了口气 我知道 村里穷得借不开锅的 都嫌我们五座家 京城里的大官啊 哪会自己找来这小地方提亲啊 要是楚丫头还有别的地方能去 我们也不愿意 要这么耽误他一辈子 那么好的一个丫头啊 就因为在五座家 被人家嫌弃这个嫌弃那个的 就没一家人家 愿意娶他的 第四十四集 小锦鱼拧起眉头 声音微微有点发颤 楚楚 到底是什么人 楚河咬咬牙 他是我爹在棺材里捡的 小锦鱼一愣 棺材里 楚楚爹点点头 那天 大半夜里 有户人家来叫我帮着收个尸 说是个女的病死了 我就去了 黑灯下火的拿棺材抬回来 想给他换手衣的时候 才看清 是个大着肚子的 都足跃了 我摸着 孩子可能还能救 就是了是 没成想啊 拿出来还真是个活的 这女人 夫家有仨媳妇 她排老二 都对她不好 婆婆还老打她 骂她 都快生了 还把她往柴房里关 这才出的事 我琢磨着 她家肯定不会 要这从死人肚子里 拿出来的孩子 干脆呀 也没告诉她家 就把楚丫头 悄悄留下 当自己亲闺女 啥也没跟她说过 镇上的人都猜 楚丫头 是我在外边鬼混 生的野种 可那也比 说她是棺材子强多了呀 小锦鱼心里 刀割针四样的发疼 比骨头里的疼痛 还强得多 疼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看着肖锦鱼轻皱着眉头 没说话 楚河赶紧到 我家从来不骗人 就这一回 你要是因为这事 治我家的罪 可千万别让楚丫头知道 她够可怜的了 要是再知道这事了 得难受一辈子 还有 你跟她说 不娶她的时候 慢慢说 别一下子告诉她 她肯定受不了 我娶她 一定娶她 楚家仨男人都愣了一下 你说啥 肖锦鱼轻清楚楚地 疏离一遍 你们放心 我一定娶她 好好待她 楚爷爷 正正地看着肖锦鱼 你 真是来提亲啊 肖锦鱼认真点头 是 楚楚爹一脸错愕 楚丫头她 她是个棺材子 你 你不嫌她晦气 肖锦鱼浅笑 我不也是 从棺材里捡来的一条命吗 她不嫌我 我为何嫌她 楚河一下子乐得 能看见后曹牙了 你还真是个 有个大学问的啊 你肯定是个好官 谢谢 楚楚爹激动得直白手 眼圈都红了 不不不 你带楚丫头好 我们谢你 谢你呀 楚爷爷拄着拐棍站起来 从上到下 把肖锦鱼看了一遍 就是 这身板啊 太弱了 回头啊 给你挑几个方子 好好挑挑 别耽误了 跟楚丫头的正事啊 谢谢爷爷 楚爷爷临出门 又皱皱眉头 嘟囔了一句 身板弱点啊 倒也好 没劲儿找别家闺女了 楚家三个男人都出去了 门口轻轻闪进一个人来 一个侍卫脸色煞白的往萧锦鱼床前一跪 被之该死 又让王爷遇险 楚家三男人给他下跪的时候 侍卫就到了 他给侍卫暗号 让他藏好了等着 不碍的 方才所闻 只字不得外信 是 吴郡王处可有动静 他把棋盘棋子都扔了 之后就一直躺在屋里 萧锦鱼轻轻点头 再去帮我查件事 我今晚并发 恐怕与楚家这顿晚饭有关 替我查查阴友 是 王爷 侍卫走后 萧锦鱼躺下来 慢慢合起了眼睛 这回尸毒发作的确实有些蹊跷 但凡接触到服务 尸毒很快就会发作 所以肯定不在别处 就是在楚家战斗的 楚家虽也做收拾入脸的生意 但都是在院后面 那间独立的小屋里做的 死人的东西根本不会弄进 过日子的屋里来 多发钱只被楚楚碰过 而楚楚一天下来 一直跟他在一块 根本没碰过什么可疑的东西 这么算着 可能有问题的 就只有他胡乱吃下的那几口饭了 排骨汤 米饭 青炒山药 芹菜肉丝 可楚家世代武作 尸体雾上饭桌的可能实在微乎其微 但若除去这个 要酒的后劲儿袭上来 小锦鱼想着想着就昏昏睡着了 在被腾腾折腾的醒来的时候 天都快亮了 视线刚清除起来 就看见楚楚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 震着胳膊趴在床边 小嘴微微嘟着 看起来睡得正香 小锦鱼抬手 轻轻抚上楚楚的肩膀 刚滴滴地唤了他一声 楚楚就一下子坐了起来 揉着眼睛 迷迷糊糊地道 你醒了 我给你端药 你得把药吃了 说着就去端 放在床头矮桌上的药碗 刚拿起来就拧起了眉头 都已经凉透了 你等一会儿 我这就给你再熬一晚去 小锦鱼伸手把他拉住 借着昏黄的光亮 看见他睡眼惺忪的模样 心里一暖 轻声道 别去了 太晚了 先睡吧 楚楚摇摇头 爷爷说了 你醒了得吃药 我还想再睡会儿 楚楚割下药碗 坐回小板凳上 那你睡吧 我在这儿看着你 小锦鱼在自己身边 轻轻拍了拍 上来躺着看吧 好 楚楚脱了外衣 爬上床 钻进被窝 小心翼翼地贴到小锦鱼怀里 搁着衣服 轻轻地摸他消瘦的身子 轻到像是生怕 把他碰碎了似的 撅着小嘴 喃喃地道 爷爷说 师徒要是进到了骨头里 发作的时候 能把人活活疼死 你怎么一声都不叫啊 小锦鱼轻轻搂着他 他这满是心疼的神情 倒是把他看得心疼起来了 没那么疼 你怎么就被人盯到棺材里了呀 小锦鱼浅浅苦笑 笨死了 是不是 楚楚一下子把他抱得紧紧的 才不是呢 紧紧抱了一会儿 才又问道 你把那个害你的患人抓住了吗 唐岩抓住的 当场就杀了 杀得好 唐不吐真厉害 嗯 楚楚安静了一会儿 突然道 王爷 我以后不找刘扇门了 小锦鱼微正 他还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听见 他说出这句话来呢 为什么 我以后就专帮你一个人查案子 你查的案子里的尸体 我都帮你验 再也不让你身上的尸毒发作了 小锦鱼一时不知道该高兴 还是该歉疚 就把怀里的小身子搂得紧了些 谢谢 声音未落 腰背间的疼痛 冷不防的狠狠加重了一下 小锦鱼身子疏得一颤 倒吸了口凉气 搂在楚楚腰背上的手也僵了一僵 瞬间出了一层薄薄的冷汗 楚楚忙爬起来看他 王爷 你又疼了 小锦鱼咬牙忍过去 勉强牵起一点笑 没事 没事 楚楚急得眼圈发红 小手在他身上一阵乱摸 你到底哪疼呀 让他这么摸下去 还不知道会摸出点什么事了 小锦鱼只得老老实实的到 腰 腰上 楚楚立马就不摸了 小锦鱼刚松出半口气 衣服就一下子被楚楚扯开了 楚楚把小脑袋凑下去 一下接一下的 亲在小锦鱼腰间苍白微凉的皮肤上 小锦鱼吓得身子发僵 你干什么 楚楚没说话 只管一下一下的围着小锦鱼的腰签了个遍 最敏感的地方被这样对待 小锦鱼就觉得像是要酒的后劲又上来一回似的 全身发烫 沙白的脸上红云密布 喘息也乱了起来 楚楚 你别 你别 楚楚终于停下来的时候 小锦鱼那点可怜的理智都要被烧成灰了 脑子里乱得一塌糊涂 腰牙强忍着 才没发出让他想要一头撞死自己的动静来 你还疼吗 疼死他也不敢再说疼了 不疼 一点都不疼 楚楚这才扯好被子 钻回他怀里 重新抱住他 得意的笑 我小时候要是摔着呢 我奶奶就给我亲亲呢 亲几下就不疼了 小锦鱼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怎么睡着的 只记得是在楚楚睡着很久之后的事了 再一睁眼 天都大亮了 第一眼就看见 锦鱼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 拖着腮帮子 瞇着狐狐狸眼 带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 看着他的胸口 小锦鱼低头一看 差点背过气去 昨晚楚楚 扯开他衣服之后 根本没再给他扯回去 他脑子一乱 也忘了个干干净净净 这会儿 楚楚一山微乱的趴在他肌肤袒露的胸口上 被子还好巧不巧的往下滑了一段 正好滑到个若隐若现 让人浮想连翩的地方 小锦鱼阴着张脸 扯起被子 把自己和楚楚一块裹了起来 压着火气 也压着声音道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景义勾着嘴角 你放心 楚家爷俩在衙门干活呢 楚爷爷给你找药去了 楚奶奶出去买菜去了 家里没人 我就是看看你在老丈人家里过得怎么样 看起来也没那么凶险嘛 小锦鱼一眼狠动过去 景义蹭的站了起来 我来报案的 楚楚听见声响 迷迷糊糊的醒过来 看见景义站在床边 一下子爬了起来 惊喜的叫 景大哥 你咋来了 他一起来不要紧 被子一下子掀开来 小锦鱼刚刚遮起来的身子 又一下子露了个干净 景义看得眉梢微条 这么个见天糟蹋自己身子的人 怎么就能痒得比他还细皮嫩肉的 这是什么世道啊 景义勾着一抹好脾气的笑 看着小锦鱼脸色清黑 手忙脚乱的裹好衣服 我来接王爷去县衙住几天 小锦鱼一正 楚楚已经合身扑到了他身上 不行 他得在我家过年 景义苦笑 他要是再在你家里住着呀 肯定过不了这个年 楚楚一时没听明白 小锦鱼轻轻推开他 撑着身子坐着起来 微皱眉头看向景义 为什么 景义向楚楚看了看 小锦鱼轻轻点头 景义微微一正 苦笑摇头 不行不行 还是回头啊 让你那侍卫啊 跟你说吧 我怕我这会儿说了呀 你得十天半个月 吃不下去饭了 楚楚一头雾水的看着景义 为啥呀 小锦鱼默默吸了一口气 说吧 我吃了什么东西 其实没啥 你就别问了 收拾收拾 赶紧跟我走吧 楚楚身姿一挺 跳下床去 张开两手拦在小锦鱼前面 气鼓鼓的看着景义 你要不说为啥 他就不能走 他都答应我爷爷在家过年了 每年都在家 景义可怜兮兮的看向小锦鱼 看了好一阵子 小锦鱼都没有一点动容的意思 只得叹了口气 你让我说的啊 回头胃疼 可别怨我 不是吃了什么东西 是水的事 楚楚不服气的瞪着景义 水咋了 我家吃的都是院后面那条小河里的水 那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 可甜可干净了 景义苦笑摇头 就是因为这水啊 是从山上流下来的 景义看向小锦鱼 你那侍卫查你昨晚吃过的东西 发现都挺正常 就怀疑是水的事 第四十五集 小锦鱼轻轻点头 楚家院里没挖紧 吃的是院后面那条河里的水 你侍卫呢 沿着河往上找 找到后面凤凰山里啊 发现这水流过一个山洞 景义顿里一顿 向小锦鱼投去两树 满是同情的目光 山洞里堆的全是把胳膊腿脑袋和身子拆开的尸块啊 据他说 得拆散上百个死人才能堆成那样 大部分都烂得躺湿水了 正好全躺进这个河里 小锦鱼胃里一阵翻涌 默默抬手眼珠了口 他这会儿突然万分理解 先前唐言说 这辈子再也不吃排骨的心情了 用手碰尸体和用嘴碰尸体 到底是两种感觉 景义对小锦鱼 这副像是吞了一盘子苍蝇似的表情 甚是满意 再看楚楚 小丫头眼睛瞪得溜圆 一副惊呆了的模样 她也能有被尸体恶心到的时候啊 景义正饶有兴致的欣赏着 这百年不遇的画面 就听楚楚叫了起来 我还从没见过一个案子里面 有这么多尸体呢 景义差点给她跪下 这丫头骗子是吃什么长大的呀 小锦鱼默默无语的把楚楚从眼前拉到身边 脸色微轻的看向景义 郑友德知道了吗 景义摇摇头 还没告诉她呢 你侍卫跟我说完 我就来找你了 小锦鱼皱起眉头 她忍呢 怎么不自己来说 她昨儿啊 在这里喝了几口水 这会儿吐得正惨呢 哪敢来见你啊 楚楚拉拉小锦鱼的袖子 抿了抿嘴唇 王爷 你能不能别去查这个案子呀 小锦鱼一正 为什么 那么多烂烂的尸体 你万一碰上怎么办啊 小锦鱼浅笑 好 不去 说着声音一沉 景义 这案子就归你了 所以你怎么跟郑友德说 别提我就好 景义差点哭出来 王爷 上百个死人啊 小锦鱼没稍微扬 再有两天就过年了 多记点阴德 没坏处 景义正想找偏墙皮脑几下 静听楚楚认真理 带着点不情愿的 对小锦鱼道 王爷 你还是去郑县令家住吧 郑县令家有好几口水井 他家的水肯定干净 景义赶紧到 对对对 你还是赶紧去县衙吧 万一再出点什么事 王府里那群暴徒 非活寡了我不可 小锦鱼没理景义 拉着楚楚问道 你告诉我 家里为什么没挖水井 楚楚摇摇嘴唇 搭了些小脑袋 我家就在河边上 河水一直都挺好的 挖井得花好多钱 小锦鱼这才看向景义 今天天黑之前 找人在这院子里挖口井 我得在家过年 王爷 楚楚高兴的一把抱住小锦鱼 王爷 你真好 不过有条件 你得帮景义查案子 没问题啊 楚楚跟景义刚进县衙大门 郑友德就带着一脸饱满的笑容 屁颠屁颠的迎了出来 景大人 您回来了 景义无声叹气 他是真不想回来啊 回来了 刚才那案子审完了 郑友德胸脯一挺 审完了 保证不偏不像 正大光明 看着四十大几的郑友德 一般正经的 跟刚收兵入伍的愣头小兵 建将军似的 景义轻勾嘴角 那你啊 把那只大公鸡到底判给齐家还是赵家了 我让衙门的厨子把鸡仔仔炖了 一家分了半锅 说着又赶紧补了一句 哦 我没收他们柴火钱 楚楚在景义身边直拍巴掌 郑先亮 你真是好官 郑友德这才看见楚楚 慌得把楚楚从景义身边拉过来 你这楚丫头 啥时候进来的呀 这是京城来的大官 可别乱说话 小心打你屁股 楚楚笑得甜甜的 看着楚在一边满脸黑线的景义 才不回来 景大哥也是好官 不打好人 大哥 郑友德一愣 你 你认识景大人哪 景义怕楚楚嘴里蹦出什么 能让自己立马撒手人寰的话来 赶紧到 她是我朋友家没过门的娘子 楚丫头 要嫁人了 楚楚使劲点了个头 小脸红扑扑的 啊 她都到我家来提亲了 郑友德小心翼翼的看向景义 景大人的朋友 也是经理的大官吧 景义忙道 不是不是 她呀 没官职 没品接 这些日子呢 只做茶叶买卖 那 那也得是个大老板吧 楚楚满脸自豪的点头 是呢 景义听得心里扑腾扑腾直跳 再让郑友德问下去 他可就未必能兜得回来了 趁郑友德张嘴还没出声 赶紧到 那什么 上面啊 临时派给我一个案子 我找楚楚啊 帮忙艳艳师 郑友德一下子把眼睛 睁得跟同龄似的 您 您亲自查案子 在紫竹县 就在楚家后面那座凤凰山上 尸体啊 有点多 你这呢 要是不忙 让楚家爷脸啊 爷给我帮把手吧 我争取明年开春之前啊 把人还回来 楚楚听了忙摆手 轻轻脆脆的道 用不了那么多天 我跟我爹我哥一块干 一百来具尸体 几天就能验完了 郑友德脸都白了 一 一百来具 你别紧张 别紧张啊 这事啊 不赖你 你该忙什么忙什么 借我几个人手就行 郑友德脸色一正 案子 出在下官辖区之内 下官则无旁贷 静义默默叹气 萧锦鱼把案子 塞给他的用意 他还是懂的 那个说书先生的下落没查明 那本小册子是什么意思 也没搞清楚 吴郡王又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的 现在出了这么档子事 虽说看起来八杆子打不着 但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尤其还是郑友德这么个迷糊官 你想参与这案子也行 不过 一切都得听我的 全听警大人吩咐 好 嗯 你找几个人 天黑之前 在楚楚家院里啊 挖出口水井来 郑友德一愣 诶 挖井 办案需要 你不愿意干也没关系啊 你忙你的去吧 愿意 愿意 下官 马上找人挖去 有劳郑大人了 下官 则无旁贷 楚奶奶从市集上回来的时候 郑友德已经带着三个牙钗 在院子里叮叮光光的挖开了 连他自己也卷着袖子 拿着把线 吭吃吭吃的 发得满头大汗 楚奶奶吓了一跳 哎呦 真先灵啊 您这是 这是干啥呀 咋挖我家的院子 郑友德实际挖出一线土来 呼吱呼吱的喘着粗气 哎 挖井 郑奶奶一愣 啊 挖井干啥呀 郑友德抬手往屋里一指 让你家女婿给你说 天黑钱得干完 忙着呢 楚奶奶急急忙忙的走进屋去 见萧井渔正坐在客厅里 悠悠闲闲的翻书 忙问 孩子啊 这外面是咋回事啊 萧井渔把书割下 看着楚奶奶浅浅笑着道 您别着急 他们就是来给家里挖口井 这好端端的 挖啥井啊 后面河水污了 近两年喝不得 他们一把缸里的水都换过了 井水能用之前 就先用缸里的水吧 楚奶奶愣了愣 污了 咋污了呀 一大早的时候 不还是好好的吗 虽说楚家是带武作 可楚奶奶不是当武作的 萧井渔看着眼前这 一脸温和慈祥的老太太 犹豫了一下 河上游 发现了尸体 楚奶奶历时一脸吃惊 死人了 萧井渔生怕老太太会有什么强烈反应 几分紧张地看着她 轻轻点头 是 那知道楚奶奶惊讶没消 就烫了口气 唉 这年关底下的 真是作孽 唉 没事 各把死人不爱的 哪个河里 没飘过几个死雾啊 唉 快让阵线令他们别挖了 瞧他们给累的 这是急得个啥呀 到底是武作家的人啊 奶奶 不是各把死人 有上百个 楚奶奶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呦 上百个啊 萧井渔忙道 您放心 衙门会尽快清掉尸体 查明真相 您别 别太往心里去 楚奶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好 好 说着 说着 冲萧井渔亲切地笑了笑 唉 不往心里去 人死了 就是 尘归尘 土归土 跟水啊 泥啊的 没啥两样 不早 想明白 就好了 您说的是 楚奶奶往门外看了看 就让他们挖吧 你身子骨弱 得吃得干净点才行 要不又得生病了 瞧你昨天晚上难受的时候啊 可怕楚丫头 情疼坏了 小锦鱼领上一红 谢谢奶奶 楚奶奶转过头来 皱皱眉头 担心道 上百个死人 那楚楚他爹他们呀 得忙活到啥时候去 明儿就您三十了 可别回不来了 您放心 不会的 楚奶奶笑笑 唉 那就好 我去厨房啊 收拾收拾 你接着看书吧 看着楚奶奶跨起篮子 慢悠悠的往后面走 小锦鱼突然想起点什么 奶奶 我帮您干点活吧 啊 楚奶奶一愣 回过头来看看她 您是长辈 没有您干活我闲着的道理 我也不知道能干什么 请您吩咐 我一定尽力 听着萧锦鱼说得 诚诚恳恳 一本正经的 楚奶奶心里一热乎 一时也不忍心拒绝她了 想着道 唉 这也没啥 这也没啥活好干的 对了 我早晨出门啊 还没喂猪呢 你就帮我把后院的那两头猪喂了吧 猪食都弄好了 就在猪卷边上 能成吧 您放心吧 听小锦鱼答应的痛快 楚奶奶就安安心心的去厨房忙活了 泡上菜 腌上肉 蒸上糕 楚奶奶想到后院里拔两颗小葱 进到后院往猪卷那边望了一眼 顿时吓得心里一扑腾 小锦鱼就趴在猪卷栏杆上 一手撑着拐杖 一手拿着咬猪时的木勺伸进猪卷里 伸长了胳膊 使劲往窝在卷中央的那头大白猪嘴边够 够得晃晃悠悠的不说 半边身子都悬空了 好像来阵风从后面一吹 她就能一头栽进猪卷里去 楚奶奶吓得脸都白了 慌得一溜小跑奔过去 赶紧把她掺住 一把把那木勺夺了过来 哎呀 你这是干啥呢 小锦鱼一紧张 手上力气一松 整个人往下一栽 楚奶奶扔下木勺扶住她 把她扶到轮椅上坐下来 看着小锦鱼那张红透的脸 楚奶奶好气又好笑 哎 你这傻孩子 你那是要喂猪吃食 还是要喂猪吃你 我 我喂好一个了 另一个 另一个趴在里面不动啊 第四十六集 楚奶奶一愣 伸头往出圈里看了看 石草里干干净净的 喂好的那个 你你咋喂的呀 那个 那个趴在边上 勺子刚好能伸到她嘴边 另一个在里面 我叫她过来她不听 我也够不着她 楚奶奶扑哧一声笑开了 忍不住伸手拍拍小锦鱼红透了的脸 哎哟 这傻孩子 你当是傻丫头喂你呀 还得喂到嘴边上 小锦鱼一张脸顿时红的冒烟了 楚奶奶笑着捡起木勺 拎起成猪石的桶 走到石草边 伸下木勺 当当当的敲了几下 两头猪颠颠的跑了过来 楚奶奶一股脑把猪石倒了下去 两头猪就把脑袋往石草里一扎 撅着屁股吭吭吭的吃了起来 楚奶奶还没把桶割下 就听见楚爷爷的声音 从后面响起来 你这当大官的 咋连个猪都不会喂呀 小锦鱼这会儿 只想找个地方往下钻 硬着头皮汗手道 晚辈愚钝 楚爷爷绕到小锦鱼面前 拿着拐棍在地上敲了敲 不知道老百姓咋过日子 咋给老百姓做主啊 你瞅瞅人家正县令啊 这会儿在院子里给咱挖井呢 您教训的是 楚奶奶赶紧过来 把楚爷爷往标上一扯 护在小锦鱼前面 连往下一拉 你这老头子 孩子好心帮个忙 你咋就那么多事呢 你不是到后山上抓蛇吗 要给他泡制风湿的酒吗 蛇呢 楚爷爷赌气的把手里的一个布袋子 往背后一藏 没抓着 没抓着啊 没抓着 过年不给你酒喝 楚爷爷瞪着眼 气得胡子一翘一翘的 到底还是乖乖 把布袋子往楚奶奶手里一塞 瞧着拐棍就进屋去了 楚奶奶笑着拍拍小锦鱼的后脑勺 你爷爷啊 就这臭脾气 逢离他 是我愚钝 小锦鱼轻轻猝眉 看着楚奶奶手里的布袋子 爷爷抓蛇 可是在后面凤凰身上 楚奶奶点点头 抬头看了眼那座就在屋后不远处的山 是哪 这个山啊 不高 也不险 但树林子里密 里面竟是些蛇啊 虫啊的 一般没人敢往里进 原来家里接不开锅的时候 他就上山里面 抓蛇 到郎中那儿换点钱 这手艺啊 到现在都没扔下 说着 对小锦鱼笑笑 我这就把蛇收拾收拾 让他给你泡药酒去 回头啊 让楚丫头拿药酒 给你多揉揉 阴天下雨的 就没那么疼了 谢谢奶奶 楚楚和楚家爷俩 到大半夜才回来 郑友德那帮人 早已经把井挖好 回阿门交叉了 楚楚把自己从头到脚洗干净 换了身干净衣服 进房里来的时候 小锦鱼已经靠在床头 坐着睡着了 楚楚爬上床 凑到他脸上清了一下 小锦鱼一下子惊醒过来 看见楚楚笑嘻嘻地看着他 浅浅一笑 伸手把楚楚搂进怀里 这么晚 累了吧 楚楚在他怀里蹭了蹭 一点也不累 都演完了 还早呢 那些尸体都被切开了 切得不像季夫人那么零碎 就是光把脑袋 胳膊腿切开 而且不是一块似的 烂得程度不一样 挺容易认出来 哪个跟哪个是在一块的 可就是太多了 我跟我爹我哥拼到现在 都还没拼完一半呢 可看得出来死因 我爹都看不出来 他说这些人死得可怪了 楚楚突然从小锦鱼怀里 抬起头来 哦对了 我还拼着了一个 我认识的人呢 小锦鱼威吓 不由自主地 把身子坐直了点 什么人 黑石头 小锦鱼一愣 石头 楚楚认真地纠正道 黑石头 它叫黑石头 是个瞎眼的叫花子 我认得它 它脾气可化了 小锦鱼眉心微醋 叫花子 嗯 就是穿得泼泼烂烂的 在街上端着个碗 跟你要钱的那种 我知道 小锦鱼轻轻皱着眉 它总觉得黑石头 这三个字的组合 好像是从哪儿见过 而且是刚刚才见过 想着想着 突然听到楚楚 好奇地问 王爷 这是什么呀 小锦鱼抬眼一看 楚楚手上正拿着那本 从董先生住处搜出来的小冊子 他睡着之前一直在翻 迷迷糊糊地睡着之后 手一松就掉床上了 脑海中梭的一动 楚楚 你看看这个册子 上面写的什么 可认识 楚楚随手翻开一眼 刚扫了一眼就道 这不都是人名吗 这些人 你都认得 楚楚边翻边摇摇头 皱起眉头来 这可说不好 我们这儿老是有人叫一样的名 我知道的具有两个土蛋 三个狗一把草呢 我也不知道这上面说的是哪个 你们这儿的人 都叫这种名字 啊 楚楚笑得甜甜的 见名好哑惑 他总算明白 那个小金鱼和毛驴 是怎么被他喊得那么顺口的了 小锦鱼把册子拿过来收好 看着楚楚轻轻笑道 即使如此 为什么你家人的名字不是这样的 楚楚小脸一扬 得意的道 我爷爷说了 我做家的人命要 叫啥名都好养活 有道理 小锦鱼刚躺下来 楚楚就钻进他怀里 不安分的乱蹭 王爷 你抱抱我吧 小锦鱼微微一正 抬手圈住他的腰 怎么了 没怎么 嗯 小脑袋又贴着他胸口蹭了一下 脸埋在他怀里小声道 就是想你了 小锦鱼啼笑皆非 低头在他头发上轻轻吻了一下 事实上 一天没见他 小锦鱼心里也莫名其妙的感觉空落落的 直到刚才睁眼看见他 心里才算重新填满 安稳下来 被楚楚在锁骨窝上轻了两下 小锦鱼赶紧拍拍这窝在他怀里暖炉一样的小身子 楚楚 你可知道爷爷喜欢什么酒 嗯 他都是喝镇上秦师医馆旁边那个小酒坊里酿的酒 十文钱一斤的那种 明天带我去那家酒坊吧 楚楚急得往他胸口上一趴 头顶差点撞上小锦鱼的下巴 你冰着呢 不能喝酒 小锦鱼俯着他的后背轻轻苦笑 我不喝 就是买些来送给爷爷 我今天惹他生气了 楚楚一愣 眨眨眼睛 为啥呀 小锦鱼默默叹气 脸上微微有点发烫 我 喂猪喂的不好 楚楚认真的问 怎么不好了 小锦鱼一脸挫败的合上眼睛 不提了 楚楚窝回他怀里 紧紧握住他的腰 王爷 你放心吧 回头我教你 你肯定能学好 嗯 他这辈子 是再也不想看见猪了 楚楚一大清早就带小锦鱼去了那家酒坊 酒坊没开门 整条街都是静静的 倒是旁边的秦室医馆门口 一个五十来岁的半大老头正往下拆着门板 楚楚跑过去天天的喊了一声 秦大叔 呦 楚丫头啊 这么早 抓药啊 不抓药 楚楚指了指旁边那个小到连个名字都没起的小酒坊 我想给爷爷买酒 王大爷家咋还没开门啊 青郎中笑着白手 这傻丫头 过日子过糊涂了吧 今儿啊 年三十 除了我这郎中家呀 都不开门了 楚楚一拍脑门 呀 我光想着拼尸体了 都把过年给忘了 青郎中吓了一跳 手一抖 差点把门板砸到脚背上 拼啥 尸体 凤凰山上抬下来 一百多个尸体 都是一段一段拆开的 数出来脑袋有一百来个 但还是得全拼好了缝回去才能知道 到底死了多少人 我和我爹我哥 昨天忙活了一整天 都还没拼好一半嘞 青郎中脸都白了 想笑一笑 却死活笑不出来 嘴角一抽一抽的 是吗 是吗 那 那你家今年 今天算是开门大红了 楚楚小手一拍 还真是啊 我都没想到呢 是吧 小锦鱼在一旁听得几倍发凉 头皮发麻 忍不住轻轻干咳了两声 青郎中这才注意到楚楚后面还有个人 还是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目光不由自主的落在小锦鱼的一双腿上 哟 这位 是那天大晚上 你和你奶奶来给他抓药的那个吧 是呢 楚楚退了两步 往小锦鱼身边一站 对小锦鱼道 秦大叔是紫竹县最好的郎庄 正先连家都找他看病呢 小锦鱼迎上青郎中的目光 客气却清冷的道 在下安妻做茶叶生意的 楚楚是我喂过门的娘子 那一夜还要多谢先生 唐突打扰之处万望见谅 秦郎中刚想客气客气 楚楚突然盯住秦郎中的手道 呀 秦大叔 你手上咋生疮了 秦郎中笑笑 前几天才要的时候动了一下 不要紧 误不了过年 听见过年两次 楚楚一下子又想起酒来 忙到 秦大叔 先不跟您说了 我得上王大爷家找他买酒去 别去了 秦郎中叫住楚楚 又往小锦鱼的腿上看了看 王大爷家那边的路啊 上上下下那么难走 你呀 让他费了那个劲干嘛呀 我这屋里啊 正好还有几坛子 王大爷前两天送的 比你爷爷总喝的那种要好呢 反正啊 我生疮忌酒 一时半会儿喝不着啊 你急着药啊 就先拿走吧 楚楚一喜 谢谢秦大叔 多谢先生 没事 没事啊 进到医馆里 小锦鲤一想去看看 刚推动轮椅 就从门外一头扎进来个人 还没站稳就喊了一声 秦先生 你也要 小锦鲤一样 小锦鱼看清来人 威吓 田管家 这火烧屁股似的一头扎进医馆的正是吴郡王府上的田管家 田管家转头看见小锦鱼 一愣 慌得就要往下跪 小锦鱼抬手拦住他 乘声把话截住 是你家公子兵了 田管家一愣 马上回过神来 是是是 青郎中在后院听见那声喊 赶紧走了出来 一见是田管家 忙到 吴公子又犯病了 田管家连连点头 老麦发抖的声音里带着点哭腔 发烧几天不退 这不又开始吐血了吗 人都说胡话了 您赶紧去瞧瞧吧 小锦鱼眉心不察的一蹴 好 好 青郎中利落的抓紧药箱往街上一杯 向小锦鱼一拱手 老板啊 是礼了 您请便 第四十七集 田管家跟在晴郎中后面出去 匆匆向小锦鱼弯腰拜了一下 小锦鱼点点头 田管家就跌跌撞撞的追出门去了 楚楚抱着两坛子酒从后面进来的时候 堂中就剩小锦鱼一个人在那轻轻皱着眉头 楚楚私下看看 摘小的屋子一目了然 秦大夫呢 小锦鱼轻描淡写道 出诊去了 书者 从身上拿出块碎银 搁到书案的宴台边上 钱就给他留在这 咱们去县衙 我自己去县衙就行了 你得回家好好歇着 我找锦鱼谈点事 那去县衙有点远 你抱着酒 我推着你去 好 锦鱼顶着一张睡眼惺忪的黑脸 跑到大堂上 这默默诅咒那个 大年三十清早 把骨敲得没完没了 绕他清梦的冤家 结果刚往堂下扫了一眼 就睡意全无了 那什么 退堂 书立一愣 小心翼翼的凑上前来 小声提醒 郑大人 是升堂 啊 升堂 卫武 退堂 等一般牙役都顶着一头黑线退走了 郑医才看看堂下一脸泰然自若的萧锦鱼 笑得跟哭似的 爷 这就是哪一处啊 萧锦鱼细细的环顾略显寒酸的大唐 没什么 本想看看郑友德是如何审案的 你怎么出来了 竟一往案桌上一趴 打着哈欠刀 郑友德 带媳妇回老家败祖宗去了 我以为又是两家老太太抢大公鸡呢 想着替他们把糖生了算了 反正她回来啊 也是让厨子把鸡炖了 早炖上还熟得快点 不耽误年夜饭 萧锦鱼只听明白了第一句 腊月三十记祖 当地封锁 年夜饭前啊 得拜祖宗 正有德家祖坟在临县呢 一早就走了 萧锦鱼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这案子先停一停 井一愣 把下巴尖立在书板上 看向萧锦鱼 有发现吗 萧锦鱼轻轻点头 有一些 还在查证 今晚除夕了 你跟正有德衙门里的人说 今日五十过后 衙门放假 都回家过年吧 初三再来 井一一下子来了精神 蹭得从桌子上爬了起来 好 你也回京 回家过年吧 我会传书给吴江 让他放你进城 井一正觉得 这话美好的 不像从萧锦鱼嘴里说出来的 就听萧锦鱼又补了一句 你顺便 替我找齐所有与吴郡王当年案子有关的案卷记录 初三前 务必悉数带来 王爷 替我问首府大人安 我先替他谢谢你啊 不客气 应该的 萧锦鱼回到楚家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离院门老远 就看见楚楚站在门口四下看 目光一落到他身上 立马就跑了过来 急道 你去哪了呀 我从停尸房出来就找不着你了 还以为你到家了呢 结果家里也没有 我还以为你走丢了 正要出去找你呢 萧锦鱼微微发酒 在离开衙门最开始的半个时辰里 他就是走丢了 走惯了京城横平树直的路 水乡小巷 绕得他脑儿直发疼 稍微走个神 就不知道自己绕哪去了 偏偏家家户户都关起门来 准备过年 连个能问路的都没有 鉴于这两天 已经在楚家丢人丢的 都要把先祖皇帝的脸一块丢没了 让他大年夏敲开人家大门 说一句我走丢了 不现实 幸好派去查探吴郡王府的侍卫 急着有誓报 硬是把萧锦鱼 在七拐八绕的巷子里找出来了 萧锦鱼一脸静静地跳出这一段 我去买了些东西 楚楚这才看见 站在他身后的侍卫 肩上挑着个扁蛋 扁蛋两头各挂了一个大竹筐 沉甸甸地把扁蛋压弯了 楚河听见外面声响 从屋里迎了出来 看见萧锦鱼就乐开了 我就说吧 这么大个人了 不疯不傻的咋会走丢吗 萧锦鱼嘴角抽了一下 硬着头皮道 是 今天才想起来没背过年的礼 镇上商铺都关门了 就去县城采办了一些 没来得及跟家里说一声 让你们担心了 楚河网筐里望了一眼 黑黑一笑挠了挠头 还从没有人过年 给我们家人送礼呢 哎呀 你们当大官的真讲究啊 应该的 再不讲究 更没脸见祖宗了 楚河领着侍卫去放东西 楚楚看着那两个 沉得晃都晃不起来的大筐 抿了抿嘴唇 转过头来小声道 王爷 你真好 真的 楚楚眼睛笑得弯弯的 真的 楚楚跑去厨房 帮忙收拾年夜饭 小锦鱼一个人推着轮椅进屋 刚进门 就被端坐在客厅里的楚爷爷 一眼瞪过来 历时正在原地 楚爷爷扬起拐杖 指了指堆在墙角的两个大筐 你拿这么些东西来 是要干啥呀 楚河和侍卫两人 并排跟大筐一块站在墙角 腰板站得笔直 脑袋搭拉着看脚尖 就像上述偷逃 被当场揪下来罚站的小孩似的 小锦鱼正了正 在脑子里打了个草稿 比在朝堂上议事还要谨慎得到 来得匆忙 未被过年的礼 今日特意被其补上 失礼之处 望爷爷莫怪 楚爷爷把拐杖往地上咚得一顿 楚家头啊 就是没人要 楚家也不要这样的女婿 东西拿走 滚蛋 侍卫一惊 说得抬起头来 小锦鱼及时一眼看过去 侍卫一动不敢动 爷爷息怒 让他自己想 到明年他也肯定想不出来 什么地方搞砸了 小锦鱼定定心神 晚辈愚钝 不知何处冒犯 请您明示 楚爷爷胡子一抖一抖的 我早就跟楚丫头说了 嫁给涛大粪的 也不能嫁给当大官的 要不是听你说话轻透 我早就把你轰出去了 这才装了几天样啊 就露尾巴了 昨天喂猪喂不像话 说你两句就送起礼来了 拿来两摊子九不说 还有搞来这些大包小包的 我看你啊 就跟那些大官一个样 吃着朝廷的缝 贪着百姓的钱 把身子骨都烧坏了 楚丫头要是嫁给你 还不得跟你一块的遭报应啊 肖锦鱼被骂得狗血淋头 倒是把楚爷爷的着火点抓住了 难怪楚楚要他用茶商身份提亲 肖锦鱼正起腰背 低头拱手道 爷爷容饼 晚辈虽微精管 却无品无节 亦不按品节侍奉 家中开销用度 一靠祖宗阴辟 二靠数家商号应润 相不与人行礼上往来之事 晚辈自幼丧父丧母 不按孝敬长辈之道 冒犯之处 还请爷爷多多包涵 楚爷爷愣了一阵 胸膛一鼓一鼓的 怒气在脸上凝了一凝 你说的 啥意思 楚河忙道 爷爷 他说他当官朝廷不给他钱 白干 他家是靠做生意吃饭的 有祖宗保佑 都是自己挣的 不是当官瘫的 他爹娘死得早 没人教他 不知道咋孝敬你 也怪可怜的 楚爷爷脸上挂不住 憋得发红 拐杖一顿 白了楚河一眼 有你个傻事 楚河吓得脑袋一缩 晚辈正是此意 是个帮锤 满嘴里跑舌头 哪有 哪有不给钱的官 小锦鱼抬手 在自己毫无知觉的腿上轻轻拍了拍 那您看可有这样的官 楚爷爷一咽 小锦鱼微微带笑 承蒙朝廷不弃 赏我个活干 感激不及 岂敢胡来啊 楚爷爷心里无端的一酸 脸上发烫 一个劲的撵胡子 勉强板着脸 不是 不是 捞官就成 以后不能这么浪费啊 自己挣的也不行 那是辛苦钱 得用对地方 是 往后啊 往后有错改错 不能再拿送礼糊弄事了 是 过了年啊 好好跟楚丫头学喂猪 是 我 我看看那药酒泡成啥样了 您慢走 楚爷爷主着拐杖几步就钻到屋里去了 小锦鱼脱力的靠到椅背上 和尚眼睛 沉沉舒了口气 才感觉自己出了一身的冷汗 整个后背都汗湿了 跟打了一场仗似的 还是险胜 楚河悄木声的凑过来 不好意思的小声道 我一高兴忘了跟你说了 爷爷就这脾气 恨大官啊 恨得牙痒痒 恨不得 逮着他们脖子上挨个咬上一口呢 小锦鱼顿时觉得侯杰上一阵发迹 不自禁的抬手俯了一下 微皱眉头睁开眼睛 为什么 为啥咬脖子 为什么恨大官 楚河不好意思的憨憨一笑 嘿嘿 哦哦 因为奶奶啊 奶奶原理是县里的大户人家的闺女 家里因为做买卖惹到了当官的 闹到县衙里去了 那当官的呀 给衙门里的大老爷送了些好礼 那大老爷呢 就盼奶奶家有罪 把房子啥的都收了 楚河说着 攥了攥拳头 奶奶家不服气 一道往上告啊 告到哪儿 那个当官的呀 就把礼送到哪儿 到哪儿都输官司挨打 最后告到京城 经理的大官啊 把奶奶家五口人都抓起来活活打死了 就剩下来奶奶一个呀 那会儿奶奶就跟楚丫头这么大 被打的是皮开肉绽的 还愣是用块破床板子 把一家人的尸体从京城全拉回来了 跪到我家门口 求我太爷爷给他几口棺材 我太爷爷看他几天没吃饭了 还到处是伤 人都快不行了 就帮着他呀 把家里的人葬了 把他留家里了 楚河挠挠头憨憨一笑 然后我奶奶就成我奶奶了 可知道当年审案的金官是谁 楚河摇摇头 这都是我爷爷和我爹给讲的 大过年的 可别提这事了 哪回说了奶奶都得掉眼泪 那天听着你说自己是金里的大官 奶奶就躲到屋里啊 抹了好一阵子累呢 肖锦鱼轻轻点头 谢谢你 楚河低头看看肖锦鱼困在轮椅里的下身 咬咬牙 你要不是这样 肯定能当个很大的官啊 把那些闹官全部都打到棺材里去 我给他们打棺材 不要钱 肖锦鱼心里微热 人在坐 天在看 早晚的事 打好棺材等着吧 哎 楚河一走 侍卫才走过来 小心翼翼的看着脸色苍白的肖锦鱼 爷 肖锦鱼微微摇头 压低声音道 没事 你继续盯着吴郡王府 千万别在年关里出乱子 传道京时又是麻烦 侍卫汉手 是 辛苦你了 晚也严重了 侍卫抬头一笑 卑职不会打棺材 能盯棺材盖也成 肖锦鱼玩耳 我尽快把棺材人抓来 天一黑 楚楚爹就在院里摆了个香案 请出几个牌位 燃了一把香 本来楚爷爷脸上还别扭着 看着肖锦鱼硬撑着拐杖站起来 跪到肖家祖宗面前 一丝不苟的磕了九个头 顿时什么脾气都没了 别人不知道 他可是清楚得很 尸毒犯过之后 肖锦鱼身上的风湿 怎么也得跟着犯个三五天 这么一跪 就得是钻心的疼 看着肖锦鱼忍痛 认真磕头的模样 楚爷爷心里揪得难受 一见他磕完 抢在楚楚前面过去 大手把他掺到了轮椅上 趁机小声嘟囔了一句 家里有县城的药酒 晚上啊 让楚丫头给你揉揉 谢谢爷爷 第四十八集 进屋在饭桌边上坐下 楚爷爷把探盆 往小锦鱼身边挪了挪 又让楚楚到屋里 拿了个靠垫 给他垫在后腰上 拿床被子给他裹到腿上 周目睹睹地把小锦鱼拥了个大红脸 又没胆子开口拒绝 看着楚河咧着嘴发笑 楚爷爷一眼瞪过去 笑啥呀 风尸啊没药质 得痒 这小子傻乎乎的 你们以后啊 都给他注意着点 楚河吐吐舌头 嗯 楚奶奶从后院抱过来一坛酒 楚爷爷看着直摆手 不喝这个 不喝这个 喝女婿买的那个 楚奶奶抿着嘴笑 刚才 谁说不要了来着 被楚楚掘着小嘴看过来 楚爷爷一窘 拐棍一顿 眼睛盯向楚楚爹 谁 谁说的 楚楚爹一冷 忙到 啊 啊 我 我看 看错了 以为是那天 剖尸成肠子的罐子忘了埋呢 楚爷爷满意的白了他一眼 不长记性 楚楚爹看着萧锦鱼 白了一层的脸 黑黑一笑 嘿嘿嘿 你别怕 那些呀 一般不往屋里割 不会让你站着 好 楚奶奶把萧锦鱼买来的酒拿来 楚河把酒倒进酒壶里烫了一会儿 从楚爷爷那里开始挨个儿倒 倒完楚爷爷楚奶奶和楚楚爹的杯子就要倒萧锦鱼的 楚爷爷抽起拐棍在楚河小腿上敲了一下 病人咋能喝酒啊 楚河挠挠头 一脸同情的看着萧锦鱼 这大过年的也不能喝呀 楚楚爹也道 酒喝一点儿没啥事儿吧 女婿头一回来家里过年啊 楚楚急的在旁边只扯萧锦鱼的胳膊 萧锦鱼轻轻拍了拍他抓在他臂弯上的手 除此登门 尚未向长辈敬酒 少喝几杯 无妨 见楚爷爷没说话 楚河乐滋滋的把萧锦鱼和楚楚的杯子都满上了 萧锦鱼从楚爷爷楚奶奶到楚楚爹和楚河 挨个儿敬了一杯 四杯酒喝下去 胃里就开始隐隐发烫了 楚楚看他轻皱起眉头 赶紧给他端了碗汤 夹了几筷子菜 萧锦鱼硬是等着楚楚和楚河都给长辈敬过酒了 才拿起筷子慢慢吃着 说是只喝几杯 出家三个男人喝得高兴了 就拉着萧锦鱼一块儿喝起来 萧锦鱼也不推辞 一杯杯喝得很是爽快 楚楚起初还担心得很 可看着萧锦鱼连喝了好几杯都没变脸色 也就放心的帮着楚奶奶里里歪歪的张络起来 萧锦鱼还不计事的时候 父皇就驾崩了 幕后奉旨殉葬 在他的记忆里 过年要么是一大群人的事 比如百官朝贺 天坛祭祖 安王府诸将在府里折腾的鸡飞狗跳 要么就是一个人的事 比如窝在三思阁处理紧急案子 或者躺在一心园病床上昏睡不醒 这一家人给他的感觉 好像他从来就没有家 没过过年 鸡鱼狗碎东拉西扯 酒喝得多了 被这一家人热闹地围着 心里尽暖融融 也空落落的 空到好像灌进去多少杯酒 都填不满 萧锦鱼不记得自己喝了多少 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饭桌 躺到床上的 只感觉有人用温热的毛巾 仔细地帮他擦脸 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看见昏黄灯光下楚楚柔和的轮廓 一把就把他搂进了怀里 楚楚吓了一跳 尽叫一声就跌进了他怀里 你干嘛呀 小锦鱼一点都没有松手的意思 抬起另一只手 扶上楚楚细嫩红润的脸颊 修长轻拥的手指 在楚楚秀气的五官上 轻轻地勾勒描摸着 威亚这嗓音轻道 什么时候才能娶你呀 楚楚被他摸得痒痒 笑着把他的手抓住按了下来 你喝醉了 刚才吐得那么厉害 还难受吗 小锦鱼像是没听见他说话似的 目光迷离而炙热地直直看着他 你嫁给我 楚楚咯咯直笑 温柔的小手摸上小锦鱼发烫的额头 王爷 你都喝糊涂了 我当然嫁给你了 皇上的圣旨上写着呢 二月初八就嫁呀 你提前 我爹和我爷爷奶奶都答应了 小锦鱼皱着眉头摇头 不好 什么不好呀 二月初八不好 小锦鱼把手挣出来 捧着楚楚的脸 在他花瓣一样柔嫩的嘴唇上 落下一个醉意朦胧的吻 你的生辰才好 没什么日子 比你出生的日子好 你是老天爷特意留给我的 楚楚笑着看他 王爷喝醉的时候脸色红润多了 声音有点哑 可听着特别温柔 说出来的话也让人心里痒痒的 楚楚摸着他轻瘦的脸 王爷 你都不知道我生辰是什么时候吧 祥星二年 正月初九 我爷爷告诉你的 小锦鱼暖暖的笑着 你自己说的呀 你跟刑部的书里说 正月初生的女孩有福 是娘娘命 楚楚一下子睁圆了眼睛 负在小锦鱼脸上的手都置住了 你咋知道的 这事归我管 我当然要知道 楚楚正正的看着他 那你知道我为啥没考上 你考上了 我没要你 楚楚一下子从小锦鱼怀里震了出来 连带着把小锦鱼猛的晃了一下 小锦鱼醉得一团浆糊的脑子 输得一醒 莫得意识到自己刚才输了什么 不是 你骗人 楚楚冲出屋子 一口气跑到屋后的小河边上 河岸用石头砌着简单的河堤 楚楚直奔到最里面 半进在河水里的一块大石头上 往石头上一坐 就忍不住哭起来 小时候第一回受人欺负 他是向楚河告状的 楚河跑去跟人家打架 打破了头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达那之后 楚楚受欺负受委屈 就不跟人说了 都是跑到这小河边上大哭一场 哭够了也就不难受了 就能忘了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回越哭越觉得委屈 越哭越难受 怎么哭都不管用 哭着哭着 突然被人从后面搂住了腰 整个人被往后一带 一进了一个轻瘦微热 还带着酒气的怀里 这大半个月来 天天都窝在这个怀里睡觉 这个身子上每一寸皮肤的感觉 每一根骨头的位置 他都烂熟于心了 不回头看也知道是他 楚楚一下子更委屈了 使劲地掰开 他搂在他腰间的手 眼泪扑哒扑哒直往下掉 你不是不要我吗 那双手又扶上了他的肩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楚楚头也不回 拧着肩膀把那双手甩开 哭得更厉害了 那你是啥意思啊 我都口上了 你凭啥不要我啊 为这事 他伤心失落了好长时间 以为自己的手艺跟人家比 要差一大截子 差点就背起包袱回家 准备再从头学起了 那双手没再碰他 声音哑着 不是不要你 愿我有私心 就想把你留在安王府 只帮我一个人 又骗人 要不是这样 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呀 你一心找六扇门 我怕你不答应 声音顿了顿 那双手小心地搂上他的腰 你不答应 我就没办法了 楚楚摇摇嘴唇 抹抹眼泪 没再把他的手挣开 爷爷说的对 你就是傻乎乎的 那个轻瘦发烫的身子 慢慢贴到他后背上 两手把他抱得紧紧的 带着酒气的呼吸 轻轻扑在他脖子上 嗯 傻得要命 还生气吗 被他这样抱着 楚楚的声音都软了 我没生气 那扔下我就跑 还跑到这种地方 爬过来好累呀 楚楚一惊 正开他的怀抱 慌忙转过身来 就见萧锦鱼跪坐在石头上 就只穿着那件 他之前刚给他换上的中衣 雪白的衣服上 沾得满是泥土 你 你爬过来的 嗯 又疼又冷 处处急的在他身上乱摸起来 伤着了 哪儿疼 小锦鱼轻搂着他的腰 夏合挨在他肩膀上 蹭在他耳边 醉意浓浓的等 哪儿都疼 全亲个便好不好 在这儿不行 得回屋去 你看你都发伤了 你亲我 我亲 全都亲 回屋里就亲 连醉酒带高烧 胃疼得像刀割一样 还有全身骨节 重以啃事般的疼痛 萧锦鱼的意识 已完全模糊了 靠在楚楚身上 不成句的说着胡话 夹杂着忍痛的闷哼声 最后的意识 停留在楚楚 把他背了起来 骨中突然疼得厉害 眼前一黑 就昏过去了 再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了 睁眼就是一阵晕眩 头疼得像是要裂开了 胃里烧得难受 全身骨节胀着发疼 脑子里一片空白 爷 您醒了 萧锦鱼这才看清楚 楚楚不在屋里 倒是两个侍卫 并肩站在他床前 一脸诡异的神情看着他 萧锦鱼想坐起来 手刚往床上一按 就窜过一阵尖锐的刺痛 抬起手来一看 两手上都裹着一层绷带 昨晚 这是干什么了 萧锦鱼还茫然着 一个侍卫以汉手沉声道 爷 卑职 昨晚监视吴君王府 未有异动 却有一场 昨晚 秦氏医馆郎中晴夜 突然到访 帮吴君王 与一女子交合 萧锦鱼为恶 什么女子 像是个侍女 卑职尚未吸茶 先来禀报王爷 昨晚为何不报 俩侍卫相互看了看 胆大的一个 硬着头皮道 您 您喝多了 萧锦鱼皱着眉头 揉着胀痛的太阳穴 行酒的药就在箱子里 怎么不知道 跟楚楚说一声啊 您 您一直要娘娘亲您 娘娘就 被知不敢打扰 萧锦鱼脸上 一阵黑一阵红 强忍着没把被子掀过头顶 闷死自己 以前醉酒也没 另一个侍卫忙道 爷 被知查到 那个说书先生 名董言 是皇城探视司 排行十六的密探 萧锦鱼脸色一沉 书的仰手 把侍卫的话截住 只需报 与吴郡王是否有额外迁徙 物言探视私之事 是 董言与吴郡王确有迁徙 且是吴郡王有恩于董言 三年前 吴郡王带兵驻守南关之时 军中行列 曾一箭射片 误杀山贼 恰巧救了董言性命 萧锦鱼没心清楚 知道了 一切与吴郡王府有关的人与事 不可再往下查 只继续盯着 有事速报 是 王爷 娘娘回来后 可需告诉她 行酒药在哪儿啊 不必了 她去哪儿了 娘娘亲了您好几遍之后 给您包手上的伤 包完就匆匆跑出去了 听见她与楚河说尸体什么的 知道了 第四十九集 两侍卫在屋里消失之后 萧锦鱼轻皱眉头 拆下了一只手上的绷带 整个手掌轻微红肿 好几道醒目的擦伤划伤 有几道划得深了 还渗出了血来 昨晚到底干什么了 知道酒喝多了容易出事 不是第一回喝这么多酒 可这是头一回出这么大的事 除了弄伤了自己 除了让楚楚好几遍轻遍全身 她总记得 昨晚好像还干了什么要命的事 正想到头痛欲裂 楚奶奶一掀门链走了进来 奶奶 楚奶奶端着一只小碗进来 笑眯眯地看着一脸憔悴的萧锦鱼 刚才看见那两个大个子从你屋里出来 就知道你肯定睡醒了 昨天晚上吐得那么厉害 未离难受了吧 楚丫头 让我给你熬碗粥 吃了粥啊 再吃圆子 谢谢奶奶 楚奶奶搭手把她扶起来 把枕头往她腰上垫了垫 从床边坐下 端起碗去要喂萧锦鱼 萧锦鱼忙到 奶奶 使不得 我自己来 楚奶奶指了指 她那只接了绷带的手 瞅见了吧 伤成这样 咋自己来啊 楚奶奶笑着拍拍萧锦鱼的脑袋 这傻孩子 没几天啊 就跟楚丫头沉青了 还跟奶奶见外啥呀 萧锦鱼囧了一阵 才突然反应过来 几 几天 二月初八 她再昏睡 也不至于昏睡一个来月吧 怎么就没几天了 楚奶奶抿嘴直笑 今天初一 初九成青 你说几天啊 萧锦鱼一正 初九 楚丫头说是你定的呀 说二月初八日子不好 啥日子 都不如她出身的那天日子好 是你说的不 萧锦鱼很想说不是 因为她实在想不起来 自己到底是在和情和景下 说过这种话 但不能不承认 这话的确在她脑海中存在过 而且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昨晚醉成那样 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萧锦鱼无力的叹气 唉 是 早点澄清好 早澄清啊 楚丫头 早给你家续香火 哎哟 你这孩子 咋又红尘蒸螃蟹了呀 萧锦鱼正炯的 连目光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落了 突然门聊一线 楚楚钻了进来 奶奶 楚丫头啊 来得正好 你喂她把粥吃了 奶奶啊 给你们煮豆沙园子去 好 楚楚接过粥碗 笑嘻嘻地坐到床边 凑到萧锦鱼红透的脸上 就清了一口 楚楚刚洗过澡 脸蛋粉嫩中带着红韵 微湿的头发披在尖头 看着格外水灵清透 还疼吗 萧锦鱼毫不犹豫地摇摇头 刚一摇就一阵晕眩 抬手要揉太阳穴 却一下子被楚楚按住了手 你别动 这一按才注意到 萧锦鱼这只手上的绷带已经掉了 楚楚立马把碗搁到了一边 急到 你怎么把它弄掉了呀 没事 楚楚气鼓鼓地看着她 什么没事啊 你要再不小心 碰疼了 我可就不起你了 萧锦鱼脸上烫得像开锅似的 被楚楚盯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索性伸手把楚楚拉进了怀里 一边脸抵在她侧颈上 不被她看着 也不看着她 总算说出句话来 对不起 贴在萧锦鱼发烫的怀里 听见萧锦鱼微哑的声音里 带着一点轻颤 楚楚忙到 你 你别害怕 我吓唬你的 楚楚 以后 我再说那样的罪话 不必理我 楚楚一愣 很是认真的问 哪样的 就是 就是让你亲我 楚楚感觉 挨在她一边脖子上的那张脸 又热了一重 笑着搂住萧锦鱼的腰 低头隔着衣服 在她肩膀上一下下的亲着 不要紧 我愿意亲你 亲多少遍都行 萧锦鱼羞得快要去撞墙了 楚楚才睁开她的怀抱 拿了药膏绷带 仔细地给她往手上涂药 药膏涂在手上一阵清凉 慢慢把萧锦鱼烧糊了的心神定了下来 看着自己手上陌生的伤口 萧锦鱼轻臭眉头 楚楚 你记不记得 我这是怎么伤到的 你不记得了 这是你昨天晚上爬出去找我的时候 在地上磨破的呀 爬出去 昨晚还干了些什么呀 楚楚捧着萧锦鱼的手 手指尖粘着药膏 轻轻柔柔地抹过那些 在萧锦鱼苍白皮肤上 显得格外扎眼的伤口 要不是你爬着一回 我都想不明白 那些尸体到底是怎么个惯法呢 萧锦鱼一阵 尸体 楚楚一边继续温柔地涂着药膏 一边轻轻脆脆地倒 嗯 我昨天凭尸体的时候就发现了 那些还没烂透的尸体里 有一大半是手心里有这样的伤的 有的比你的重 有的比你的轻 我想不明白为啥 我爹和我哥也弄不明白 我昨天晚上给你涂药的时候才想起来 没准他们跟你一样 也是在地上爬的时候弄的 我就叫上我哥一块 到衙门停尸房 PO了几个烂得不成样的看了看 结果还真是 他们第一节和第二节腰骨中间都断了 别说不能走路 连坐都坐不起来 你说怪不 萧锦鱼本来还因为他这联想的理由 脸色黑了一黑 听到这儿 不禁眉心微紧 全是这样 我和我哥一个人PO了五个 都是 楚楚涂好了药 一边小心的裹上绷带 一边道 我拿来给我爹和我爷爷看了 我爹和我爷爷都说 那肯定是给什么动物砸断的 劲使得巧 皮肉上不留啥印子 骨头也好好的 就只在骨节那儿断开了 楚楚说着补了一句 我想起跟景大哥说来着 可他不在 还好不在 这要让景仪知道 他为什么大过年的突然跑去验尸 他这辈子干脆就不要回京城了 他回家过年了 过两天回来 好 楚楚把他的手包好 凑到嘴边轻轻清了一下 才给他塞进被窝里 端起粥碗来为他喝粥 没喝几口 小锦鱼胃里突然一阵抽痛 趴在床边吐了起来 直到把胃里全吐空了 还在干呕 疼得冷汗顺着两颊直往下躺 楚楚扶着他发抖的身子 吓得小脸煞白 皇爷 你怎么了 是不是水不干净 事都又放了 我去找爷爷来 小锦鱼忙抓住他的胳膊 勉力摇摇头 带呕吐勉强止住了 呼吸平稳了些 才虚弱不堪地道 胃病 不要紧 楚楚倒了杯温水给他漱口 小心地扶他躺下来 熟门熟路地到那口大药箱里 翻出吃胃病的药来 为他服下 一只手给他擦拭额头上的冷汗 另一只手伸进被子里 摸索到胃的大致地方 给他慢慢地揉着暖着 没事 一会儿就好了 我给你揉揉 能舒服一点 忙了一晚了 歇歇吧 不赖 楚楚一直揉到他身子不发抖了 有力气抬起手来 把他搂进了怀里 楚楚 我真的说过 要正月初九娶你 楚楚在他怀里点头 不忘赶紧补了一句 过年不能骗人 嗯 不骗人 就正月初九 那 楚楚明明嘴唇 抬起头来看他 皇上的圣旨咋办呀 小锦鲸鱼 小锦鱼轻笑着拍他 你还知道有圣旨啊 楚楚 楚一下子紧紧抱住他 生怕小锦鱼生气 急道 我就想早点嫁给你 那就别管圣旨了 楚楚抬起头来 看着微微带笑的小锦鱼 真的 有我呢 怕什么 王爷 你真好 小锦鱼轻轻抚着楚楚的头发 这里案子的事 在查到什么 直接告诉我吧 楚楚眨着亮亮的眼睛看他 这个案子不是景大哥来办吗 小锦鱼微微点头 我来查 让他审 为啥呀 小锦鱼轻浅苦笑 让他查 初九前哪能结案呢 让这一家人家 脑子里都惦记着一百多具碎尸的时候 为他们操办婚事 他想都不敢想 楚楚笑得甜甜的 这样好 我还没见过景大哥生堂神案呢 我也没见过 真的 嗯 那到时候咱俩一块看去 好 楚楚 我昨晚还说了什么呀 可多了 嗯 我不告诉你 初二一走 小锦鱼把酒劲醒得差不多了 跟楚家人说去探个故郊 带着楚楚就出门了 王爷 这回是看谁啊 还是我那个侄子 萧绝 楚楚 楚明明嘴唇 吞了吞口水 王爷 我掀了他的棋盘 他不是用棋盘 据世卫报 萧绝这些日子 没再碰过棋子 萧绝早对那盘残局烂熟于心 他若还惦记着 不可能摆不起来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这丫头或许真的鬼使神差的 解了他这个结 不会 那他的脾气也挺好的 他一向脾气很好 楚楚一下马车 就看见上回被侍卫撞开的那两扇破木门 还躺在地上 院门口还是一堆枯枝败叶 里面一片死寂 楚楚拉了萧锦鱼的袖子 小声的道 王爷 你会给他压碎钱吧 嗯 楚楚直指地上的破木门 过年了 他都没钱修院门 萧锦鱼倾诉眉头看了一眼 还没来得及说话 田管家就闻声迎了出来 一脸又惊又喜 安王爷 您来了 萧锦鱼声音微沉 门是怎么回事 真等我来给他修吗 田管家忙摆手 不敢不敢 是我家王爷吩咐不让修 萧锦鱼没稍微调 为什么 这 这老奴哪敢问呢 他人呢 田管家张了张嘴 犹豫了一下 叹了口气 才到 屋里呢 您快去看看 劝劝吧 一直那样 谁受得了啊 一直哪样 萧锦鱼倾诉眉头 社会没再抱什么异样 能有什么事啊 进到楼里 推开萧绝的房门 萧锦鱼一眼看去 立马明白了 萧绝的卧室是推门建床的 门这么一开 正看见萧绝一丝不挂的 躺在一张铺着英红床单的大床上 一个只穿了件肚兜的女子 跨坐在他两腿间 两手托在他苍白细弱的腰下 女子天鹅一般修长的镜子低垂着 埋头在他枯瘦的两腿之间 剑条柔美流畅的腰背 有节奏的起起伏伏 喘息盈盈 萧绝去平静的 像是这正被耐力伺候着的身体 根本就是别人的一样 微微汗手 满脸淡漠目不转睛的看着 难怪侍卫没再报异程 一次交换 居然折腾到这会儿了 门突然大开 女子吓了一跳 慌得丢下萧绝 扯起被子 把自己的身子裹了起来 尖声问道 啊 你 你们是什么人啊 躺在床上的萧绝 慵懒的转了个头 毫不在意自己枯骨一般的身体 赤裸的晾在众人的目光下 漫不经心的道 七叔 有失远迎了 女子花容失色 裹着被子就跪在床上直磕头 七王爷千岁 小锦鱼脸色沉得吓人 出去 是 是 女子鞋也没来得及穿 裹着被子就从卧室后门跑了出去 第五十集 楚楚看得呆在原地 萧锦鱼都进去 拉开床上另一床被子 把萧绝一片冰凉的身子盖起来了 楚楚才回过神来 赶忙跑到萧锦鱼身边 萧锦鱼阴沉着脸色看着萧绝 这女人是谁 萧绝勾起嘴角 探出舌尖轻轻舔了一下嘴唇 是妾 秀娘 美吧 萧锦鱼深深吐了口气 沉声缓道 你这些日子 身子可好些了 好不好 萧绝冷笑 盯着萧锦鱼的腿 一字一句地道 七叔 你就是比我废得轻那么一点点 也不过一样是个残废 轮不到你可怜我 楚楚原本是在小心翼翼地看着萧绝的 上回见她的时候 她是靠在榻上的 裹着壶球一动不动地盯着棋盘 楚楚根本没留意她的身子 刚才门一开 乍一看到这个人完整的动体 发现这个人的骨架长得格外好看 修长匀秤又挺拔薄嘛 但因为太久不动 腰骨往下的皮肉萎缩得厉害 连累上半个身子也枯瘦得触目惊心 整个身子就只剩下这一副好看的骨架 被惨白单薄的皮肉包裹着 细弱的就像张一戳就透的白纱似的 看到她被那个漂亮女人拖在手上试弄的时候 楚楚有种很怪的感觉 就好像眼前这个人 上半个身子还在挣扎着吃力的活着 下半个身子早已经是具散发着腐气的尸体了 死人的身子楚楚见多了 可这样的活死人 她还是头一回见 只把她看得全身凉嗖嗖的 汗毛竖了一片 走在萧锦鱼轮椅后面小心地看着她 一声不吭 突然听见这活死人嘴里冒出这么一句话 楚楚心里像是被狠掐了一把似的 疼得一下子醒过神来 一步窜了出去 站在萧锦鱼身边 怒气冲冲地瞪向萧绝 她才不跟你一样呢 萧锦鱼脸色没什么变化 只把眉心沉下来 张手把楚楚往后拦了一拦 楚楚 萧锦一抹冷笑挂在瘦的凹陷的脸上 幽深的目光玩味地看着楚楚 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你还没碰过她吧 你知道她身上有风湿有多重吗 早晚有一天 她还不如我 你胡说 楚楚又气又急 小脸憋得通红 她好着呢 比你好 比你好多了 萧锦鱼没来得及开口 萧绝笑意又生了一重 好 她要不是王爷 要不是大权在握 她还好 她就是好 怎么样都好 萧绝笑出声来 笑得身子发颤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都好 好 我告诉你 嫁个摊子最好了 所以你怎么摆弄 爱干什么 干什么 你还没试过吧 不难 不难 就像你刚才看见那样 快试试啊 不懂的地方 也好让修娘教教你 哈哈哈哈 萧绝 初初 初初本来气得差点要去捂萧绝的嘴 突然被萧锦鱼这一声力喝吓了一跳 赶忙转头看她 就见萧锦鱼脸色煞白 手紧抓着轮椅扶手 握得直接发响 目光冷力如刀地盯着笑得喘不过气来的萧绝 王爷 萧锦鱼盯她看了一阵 萧绝喘得胸膛起起伏伏的 还在喘息的空档 往外挤着刺耳的笑声 我不会再来 你好自为之 出了院子上到马车里 萧绝那像哭一样的笑声才彻底散干净 天阴得很沉 再沉也没沉过萧锦鱼的脸色 是为把萧锦鱼穿到竹榻上躺下来 马车刚动 楚楚就趴在榻边 拉起萧锦鱼冰凉的手 小心翼翼地看着她 王爷 你别生气 萧锦鱼勉强苦笑 抬起另一只手 在她手背上轻轻拍了拍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楚楚咪咪嘴唇 王爷 我能帮你出气 萧锦鱼一正 一时没反应过来 出气 楚楚点点头 要是那一百多个人是吴郡王杀的 或者是别人帮他杀的 你就能像在上原县杀鸡贤灵那样杀了他吧 萧锦鱼微惊 这不是他第一次说杀人的话 可先前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他都是一副极恶如仇的模样 一听就是随口说说解恨的 这回却说得平平静静 很是认真 萧锦鱼半坐起身子 没心微醇 楚楚 你查到什么了 楚楚眨了眨眼睛 你先说 你杀不杀他 宗亲犯法 最佳一等 若真是他干的 我绝不会姑息 楚楚这才放心得到 他刚才被那个女人抱着的时候 我看出来了 他是腰骨断了 就是在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地方 正好跟那些尸体断的一样 你说巧不巧 萧锦鱼眉心紧了紧 他知道萧锦的腰骨断了 那是三年前被判谋反当天 打几仗打的 不知之杖差役得了谁的受益 在萧锦腰上一处 连着狠打了几下 活生生打断了腰骨 废了他半个身子 那会儿正赶上萧锦鱼被害 众失毒昏迷 等萧锦鱼醒过来的时候 他已在天牢里躺了大半个月 再有几天就要问斩了 本来皇上为这案子烦得挠墙皮 严禁任何人为萧锦说情 可萧锦鱼赶进宫的时候 还虚弱的连句葫芦话都说不出来 把皇上着实吓得不轻 忙不迭的就答应 让他再查一遍了 案子是薛太师会同三法司一起办的 证据确凿 程序严谨 萧锦鱼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找出漏洞 帮他翻了案 期间没见萧绝一面 案子一翻 萧绝就离京了 所以萧绝到底是伤在哪块腰骨上 萧锦鱼先前还真不知道 楚楚 一会儿你先回家 锦衣回来了 我去衙门找他谈点事 我陪你去 不用 我谈完就回 那你早点回来 嗯 年初二 按照萧锦鱼的吩咐 衙门里的人都还在放假 萧锦鱼到的时候 整个衙门里除了少数几个开门扫院子的仆壁 就只有一大早从京城回来的锦衣了 锦衣把萧锦鱼带到后衙的一间客房 指着屋里书案边的一口箱子 破得意的倾勾着嘴角 吴郡王案案有关的案卷啊 记录全部在这儿了 保证只多不少 萧锦鱼过去掀开箱子 看着里面落得齐齐整整的案卷 微微点了下头 伸手拿出一叠细细翻着 锦衣抱手站在一边 盯着萧锦鱼的侧脸看了一照 皱起眉头 你脸色怎么能看成这样 生病了还是生气了 生气 萧锦鱼头也不抬得浅浅一叹 唉 差点被萧锦气死 锦衣一愣 萧锦气你 别逗了 他可是黏着你长大的 谁敢气你 他都跟谁急啊 萧锦鱼没说话 锦衣说的是事实 但他方才在吴郡王府听见的 也没有假 锦衣看着那口箱子苦笑 哼 光看三年前你刚出事那会儿 他能把两万大军 往岭南一撂就跑回来看你 皇上连降他三级 都没把他赶回去 我还以为他早晚得把吴江的活儿给抢了呢 就是因为急着赶来看他 萧锦擅自离开驻地返京 从忙中给了有心之人绝佳的机会 不声不响的就栽进了那么一个严谨又巧妙的布局里 险些丢了性命 萧锦衣无声轻叹 向锦衣扬了扬手里的卷宗 所以我得弄清楚 他气我干什么 成 你慢慢看啊 我得找个有点人气的地方 睡觉去了 等等 萧锦衣叫住锦衣 从怀里拿出一本薄薄的折子本 立即把这个送回京 务必面成皇上 井一刚看见折子本的封皮就惊了一下 这种式样封皮的折子 一年都出现不了几本 二品以下的官员 连往这样的折子本上写个字 都是要掉脑袋的 又出什么事了 大事 你速去速回 这里的案子我会查明 但还需你来生堂 你放心 屋外下着细密的冷雨 偏阴的像烧壶的锅底似的 萧锦衣点着一盏灯 坐在说案后 一页也翻开那一箱子案卷 这些案卷三年前都看过 他还记得清楚 可还是边看边随手记下些字句 从中午一直看到夜深 屋里本就不暖 外面又是个正月里的阴雨天 江坐得久了 萧锦衣风诗犯得厉害起来 不得不捧着纸叶靠在椅背上看 目光扫尖一横字 勉强立起几背 捉笔想要写下来 手刚握住笔 笔尖还没点在纸上 手腕突然一阵刺痛 手指一松 笔就掉了下去 一下子在纸上手上衣摆上 花下一道连贯的墨迹 最后啪哒一声掉在地面上 萧锦衣无声苦笑 三年前身子最为不济的时候 也不过如此吧 萧锦衣弯腰想把笔拾起来 哪只刚弯下一个浅浅的弧度 整个脊背就窜过一阵强烈的疼痛 疼得身子一颤 拿在手里的暗卷 顿时洒了一地 眼前一黑就往前栽了下去 我呀 萧锦衣刚往前一栽 身子就一下子被一个柔软的力量扶住 半拂半抱地送回椅背上靠好 萧锦衣微饿地 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哪冒出来的楚楚 怎么到这来了 楚楚麻利地捡起笔 连起暗卷 齐齐地摆到桌上 蹲在她身前 隔着衣服小心地扶着她的膝盖道 你这么晚还没回家 天下雨了 爷爷说你的风湿肯定要犯 我就拿药酒来给你揉揉 说完像是怕萧锦衣赶她走似的 赶紧补了一句 我给你揉了药酒就走 不耽误你办正事 萧锦衣心里微热 整个冰冷发僵的身体 好像也跟着有了点暖意 疲倦一下子全涌了上来 眼皮子都有些发沉了 好 楚楚把她掺到礼物的床上 给她脱了衣服 从后颈开始 不轻不重地揉着 萧锦衣静静地俯卧着 在楚楚揉到她肩胛骨的时候 轻轻唤了她一声 楚楚 哎 萧绝说那样的话 你不要太往心里去 那个人是疯子 说的全是疯话 我才不听她瞎说呢 萧锦衣沉默了一阵子 才到 奏请皇上改婚期的折子 已经让锦衣送去经历了 好 只要没拜堂 你随时可以反悔 我现在就后悔了 萧锦衣的身子明显僵了一下 被楚楚揉腐着的脊背 顿时绷紧起来 你 你后悔了 嗯 我那天要是跟皇上说 让你马上娶我就好了 楚楚认真地揉过萧锦衣身上 每一个受着疼痛折磨的关节 等到楚楚仔细地揉过她 微微红肿的脚踝 萧锦衣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连帮她穿上衣服 盖上被子 都没把她弄醒 从上原县出来以后 还是头一回见王爷累成这样 睡得这么沉还皱着眉头 苍白的脸上满是疲倦 连呼吸都是时急时慢的 好像在睡梦里 还想着什么很重大的事情 她办的案子 比董先生讲的那些神捕们办的案子都大 她办公事或者想事情的时候 楚楚绝不敢去打扰她 哪怕她是在睡梦里想事情 楚楚也生怕惊了她 不敢像王朝那样凑到她怀里 就只小心翼翼地躺到她身边 捏着她的一小片衣袖睡着了